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勇敢地表达自己对他的感觉 跟希望 我的未来也能像老师一样 在自己专业上有所成就被学生拥戴 我有被学生拥戴吗 有所成就吗 谢谢你啦 谢谢你的鼓励 希望同志的爱 越老的爱情 我怎么看成同志呢 希望越老的爱情 社会学能持续 称霸开放课程排行榜 同学千万不要为了称霸课程排行榜 去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譬如说我就把它点开啊 然后我就下来这样 那点开就算一分 不要这样做 同学不要这样做 这对我的薪水没任何好处 这万一传出去 人家真的以为 那个全部都是点开的 就没人去看 千万不要这样 我希望你是真心地喜欢 然后真心地去看 像有些人在我的粉丝页上留言 说还哪一堂课还听了两遍 这样子 我都感动到不行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们当老师 真的当明星不一样 当老师的就是希望我们教的东西 对你的生活真的是有帮助的 我们不在乎卖多少张CD 当明星的还蛮在乎 卖多少张CD的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点阅人数不多也没关系的 也不会怎样 那我上次预告过 下学期的那个一门就是 原来十几年前 他们都上的爱情社会学 那因为讲中西爱情故事跟爱情思想 那这个讲起来书 课名太长 我就把它定一个叫 爱情的历史社会学 其实是老课 但是新的课名 因为不知道可以这样 那下一期会有这么一门课 然后另外一门课呢 叫幽默社会学 幽默社会学 幽默社会学我只开过两次了 幽默社会学不是从头校到尾的课 各位同学 你们一定要知道 幽默社会学很多地方都还蛮严肃的 好了 那就是 所以谢谢你跟我的分享 我常常觉得我们有时候 重要的真的不是在于 对方真的跟我们交往 对方跟不跟我们交往 这真的是很难预算的一件事情 重点在于我们真的勇敢讲出我们的想法 然后更重要的今天要讲 如果人家不接受我们的感情 我们千万不要做出商人害己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你当初的出发点你想嘛 你就是因为喜欢他嘛 你怎么可以对喜欢的人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个 好那另外我干脆真的就叫月老好了 我觉得我其实是候选人 各位同学你一定要知道 不然的话我今天还跟摄影师开玩笑说 我们下次去户外教学好了 那到哪里呢 草皮上嘛 我说可不可以收音啊户外教学 我说不能收音也没关系 我可以对嘴啊 那歌星都有对嘴 我们当老师对嘴 这什么难的呢 对不对 反正我最后带到录音师去录音就好了嘛 我讲什么 我自己讲我怎么不知道 你讲快的时候 反正怎么样嘴型都没什么影响 这个不知道多少 这种会读嘴型的人在看电视 那他才知道 你们其他人都是被我懵的 然后他说到哪里去拍 草皮上嘛 我说不用 我们到月老庙去拍 然后我就挂一个那种月老候选人 来踢馆你知道吗 那才精彩呢 然后看那戏 看那荧幕的人 可能看到后面的月老在那边 然后发功这样 然后怎么样呢 或者到最后 孙老师就跟那月老互惯 你知道吗 像科幻片一样 然后最后出来的是那个老先生 然后我就在那个神像的正式即位 你们就可以改成月老登基大典这样 这也是个不错的画面 老师很喜欢看电影 老师也有很多电影画面这样 心中想的都是这种事情 好 月老你好 我曾被人说过是个会让人心动 但是不会让人冲动的女孩 这什么样的女孩啊 会让人心动 但不会让人冲动 什么意思啊 现在你们讲话 我以前刚回来台湾 我们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种女孩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就说有些女孩呢 是那种很有气质的女孩 这是男生圈里面 很有气质女孩就是 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她的你知道吗 那你又不想伤害她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说你是个很有气质的女孩 绝对不是漂亮型的 绝对不是 但有气质的 但后来呢林青霞就被认为是气质美女 所以气质变得抬得很高 所以我们又不能拿气质来那个 那女孩子误以为她跟林青霞一样 这怎么行呢开玩笑 林青霞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时代的女神 当然那时候没有这种讲法 然后后来我回来教书了 就改成说老师她是那种什么 很守交通安全的规则的女孩 我说哈 讲那么长 有人说她是很安全的女孩 我就觉得男人圈里面 真的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进化 从亚当以后我们大家都没进化这样 现在出现了一个会心动 但不会冲动的女孩 我都好想研究一个爱情语义学 到底从古代到现在 那形容这种女孩子我们都用哪些字 我觉得女同学也应该发愤研究一下 形容男孩子你都用哪些字 好 让人心动但不会冲动的女孩 也就是说男生只会对我停留在好感阶段 但不会想变成男女朋友 好感阶段就是想跟你做朋友的意思嘛 对不对 我想要问除了我主动到最外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变吗 有的 但是我不鼓励你这样做 但老师博学多闻是有的 我先告诉你一个故事 有个男生问我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当然他不是用心动冲动这样的 他说老师我也是那种女生会跟我 对我停留好感的阶段 但不会跟我当男朋友男女朋友 他说很多女生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安全型的人 所以很喜欢跟我在一起 但是不会当我的女朋友 有类似这样 他说老师那我该怎么办 那个问题跟你的问题不一样的地方 他可以追对不对 男生追女生在我这时代到你们这时代 起前我就不敢讲了啦 都是光明正大就是 那他说老师我可以做什么改变 然后来改换这个事情 当时我说那你认为呢 这家伙说老师我觉得外形上要做改变 我说啊 然后他们好像就组织了一个台大什么社团 还上过电视 他就在外形上开始去学怎么样抓头发 开始找一个女同学来设计她的外形 衣服要怎么穿 要买什么样的牛仔裤要怎么穿 然后呢衣服要扎进去或不扎进去 或者好像扎进去好像没扎进去 你知道反正就是那种穿法 还包括不要穿人字头就开始做个全身的这种 有点像怎么样把素人变成大明星那样子的人的做法 然后他们还 我说那这样有效吗 最后他们办了活动记者还来照 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他 还对那镜头这样 我还记得那镜头觉得 蠢到不行啊你 你台大人都想不出一个新的那种手势吗 这样比说一个台大 这样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吗 你台大人你还跟人家这样子 你这样子你不会赢过其他学校了你知道吗 人家玩什么我们就不要玩什么 森林中有两条路 你就要走第三条路 森林中有两条路 再少人走的路也都是人家走过的 第三条路就是没人走过 当然最好不要进入森林 这我上次跟你讲过 森林里面太危险了 大野狼也要追杀白雪公主的那个猎人 还有白雪公主长得都乱七八糟 忽利模糊的那个白雪公主 很可怕 所以你改变外形啊 然后第二个增加你自己的深度啊 你就在公园念书啊 人家说你念什么 我念白仙勇 我们那时代呢 我们那时代所有男生 不管是念什么科技 都会背那首诗的前一段 我答答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每个男生都会来这一套这样 然后女生说那接下来呢 这首诗叫什么名字 全部人愣在那 你们要是变成国中课本高中课本 你还有那个我们完全不知道 那连这首诗出字谁都不知道 有的时候连谁是作者都不知道 后来有一个女生跟我说 你能够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我说克莱小成什么什么 然后我那时候还能变一整段 她说接下来呢 我接下来背不出来 她说等你背出来再来找我 我到今天为止也没背出来 说我也没去找她 你干嘛你国文老师吗 所以有些事情是别人要求 你要做可以做得到的 但你做到她会不会还出另外难题给你 不知道 电影面常常有演这种 好像类似要进几关以后 你才能够真的跟她交往 进几关以后你还要跟她交往吗 你已经变成很好的人了 你可能有更好的options 你真的要选她吗 所以呢人家除了盗罪之外 你可以改善自己啊 让自己变成更喜欢 自己更喜欢的人了 不要讲别人喜欢 你去学学什么特别的才艺啊 比如说男生会下厨啊 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才艺 那你如果去学大厨跟阿基斯上几堂课 然后也许你将来就有你 有更多你想象不到的未来 百里面前 我常常不愿意让你们想 你们的世界就只有现在这个样子 你喜欢的人或者会喜欢你 就只有现在这个样子 我常常提醒你们 你们的世界非常广阔 尤其我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天哪我要不是活到现在 我都看不到这世界可以变这样 所以活着才看得到 活下来才真的看得到 好所以呢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外形改变 你可以内心改变 你可以同时并坐 不要忘掉你现在没有 不表示你不会有 我都已经把76岁阿婆的故事 讲给你听了 最差你就是破她的记录 女生有可能 男生不太可能 因为男生平均寿命75岁 那个阿伯活到八几岁 所以我只提醒女生 男生大概可能性 要破记录可能性很低这样 但是我想大部分人应该不会这样 还有当然很多难题啦 是你喜欢的人他不喜欢你 但是喜欢你的人你不喜欢他 所以有时候是这个难题 不是说你完全没有人要这样 就算没有人要 你自己一个人过 你也要学到过得很好 我想这是一个 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 自己喜欢自己是最重要 自己不喜欢自己 真的会蛮麻烦的 这是本周的两个问题 好 应该确定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这个礼拜 还是要上不太令人愉快的课 上礼拜就已经不太令人愉快了 是这个爱情的结束 我自己上完我就觉得说 今天好像没有讲任何笑话 要讲笑话也很难 那今天呢也特别要讲这个 不然的话大部分时间 以前的想法是把这本课摆在最后 那发现这些早一点交比晚一点交好 有些事情你早一点知道 早一点不要做那样的事情 对自己跟对别人都好 所以我们的爱情偏差行为 就在这时候交 那爱情偏差行为呢 特别要先界定什么是偏差行为 爱情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那偏差行为基本上是偏离社会规范 或者偏离一般的道德 看你那个标准定在哪里 那偏离法律那就是犯罪 那就是简单的一个区分 那通常会这种预设的预设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范 那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常常有些事情没有明确的规范 你处在新旧思想交替的时候 那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有一个灰色地带 而且灰色地带变成很大的灰色地带 所以到底属于偏差行为 绝对不属于犯罪 但是是不是偏差行为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研究者的定义 当事人有些人觉得这才是爱情的表现 那这个犯罪呢 是要违反社会既定法律 比如说爱情没有犯罪的问题 爱情没有对错的问题 这都是很简单的错误的想法 爱情当然有对错 譬如你不能杀人 你不应该骗人 不应该骗人就是对错道德上的问题 你不应该杀人就是法律上的问题 你甚至不应该做这堂课 要讲到的很多事情 这都是有法律的 甚至有道德规范 好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我们说偏差行为 好像我们知道什么不是偏差行为 你要有一个概念 什么是 什么就不是这样 那这种批或非批的这种想法 有时候不是很恰当 因为有时候不是并不表示 它就一定是偏差行为 所以我们通常在社会学的研究里面 或在社会科学研究里面 有一个字眼叫normal跟abnormal 那normal这字就表示你是正常 abnormal表示你是不正常 不正常不表示不好的意思 从这个统计学上的常态分配来讲 所谓的正常大概就是属于头跟尾的两端 中国传统说法叫上智跟下语 比较聪明的人跟所谓比较笨的人 那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但是为了方便的说法 那这两端都是abnormal 都是不正常都是异常的 但是呢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讲abnormal不管用英文或是用中文 讲都怪怪的 好像你就把别人扁到很低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讲这样的话 不愿意讲这样的话就改什么呢 有人说usual跟unusual 常见的跟不常见 你觉得这有差吗 有人觉得语意好一点 还有人就说这也不太好 用typical跟untypical 或atypical不是untypical讲错了 atypical就是不常见 典型的跟非典型的 那不管怎么用呢 其实我们在区分这样的时候 这种简单的二分法都代表几种层次 第一个就是次数多寡frequency的问题 常见不常见就是你常常见到 那当然看你生活在哪里啦 对于那个狱卒来讲 他常见到的是犯人 所以犯人是正常的 我们这种不犯罪的人是不正常的 他不太容易见到 所以这个常见不常见 看你站在哪里 我们有一个假设的社会上的一般人 所以呢 什么样叫常见 什么样叫不常见 这跟次数多寡有关 第二个呢 是跟这个公序两属有关 这跟道德 那这个当然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道德的观念 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想法 那你譬如说在你不会相信 在我念大学时代 你男生要是你长法极尖 跟你去嫖妓 犯人是同样一个罪 犯人是同样一个罪 叫违反公序良俗 哎 长法极尖你什么事都没干 嫖妓你至少干了什么事 长法极尖 你在西门町长法极尖 他就要把你抓到那个理法店 把你踢一个飞机场 推掉 然后其他下来你要自己付钱 警察那是要违警法法 那当然在戒严时期 这都过了 所以以前男生不能留长头发 那现在让你留 你看你要不要留 留行你就留 不留行你也不会留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种年纪的 有些老人家留长头发 为什么 弥补青春期的那种遗憾 因为青春期不能留 留长头发不是很容易的 我曾经想过 我想我既然留了胡子了 对不对 我就干脆留长头发吧下一步 就很多人就给我建议 因为有同学就给我良心的建议 说老师你最好不要留长头发 我说为什么 留长头发要很爱干净 不然的话你长头发看起来黏黏的 很恶心 这是良心建议 一 良心建议二 老师那你看你法质好不好 老师你平常有没有护法 我念到护法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有一个运动叫护法运动 那是我知道的护法 跟你们的护法差非常远 他老师你平常不护法的话 你千万不要留长头发 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上课呢 就跟其他女同学一样 要这样剪分岔 你就带个小剪刀 剪分岔 所以他说我又不爱干净 又不爱剪分岔 我这个人懒 我留胡子不是因为帅 我留胡子纯粹只有一个字就是懒 所以他说老师我建议你 还是不要留长头发 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重肯 所以我到今天为止没有想过任何留长头发 虽然很多人怂恿我 说你留长头发绑起来了 很帅很酷这样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陷害我的人 这年头要找几个忠心对你的人 能够对你讲真话的人不容易啊 尤其学生啊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那边挖个坑 让你跳 第三个是专业判断 专业判断 专业判断就是说只有一些专家 譬如说我们讲人家精神病与否 我们精神病与否不能乱讲的啊 那人家可以告你毁谤啊 那精神病与否呢是有专业的这个判定 第四呢就是说话者自己的好恶这样 合他的想法他就认为你正常 不合的就认为不正常 所以其实我们讲正常跟不正常 或正常跟异常 有时候蕴含这四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有时候纯然的这个次数上 没有这个道德的意涵 有时候就纯然的道德意涵 没有别的 那偏大行为跟文化界定了 跟文化界定 那偏离标准数目的问题 性别的问题 你是男生 我们就对男生有一些固定的 刻板印象的期待 你是女生 有对女生刻板印象的期待 那你如果违反这个期待 就被认为是不正常 譬如说你上厕所 男生上了女厕所 你看看这个后面的反应 女生万一上男厕所呢 如果上有门的 就不会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呢 像国家音乐厅 他的厕所的配置 就是那种传统的 男生跟女生一样多尖的 一样多平素的这种想法 那没有算到 男生用厕所时间比较短 女生用厕所时间比较长 所以你虽然平素一样 但女生就一定要排长队 唯一的例外 是跟老伯伯一起看精细 我有一年就去跟老伯伯看精细 非常可怕 整场休息20分钟 我排不到厕所 因为全部老伯伯站在那 女厕所没人 因为很少老太太去看精细 都是老伯伯 然后后来就有那个管理员说 各位可以到女厕所去上 大家就觉得一阵尴尬这样 我那时候想到女生有些就是这个问题 以前马总统这个有一次说 他在那个国家音乐厅还是什么 以前他没当总统的时候 就发生女厕所排长队 他就主动的请女生到男生厕所来上厕所 那我觉得这都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为什么就不能厕所大家就 你爱上哪一间就上哪一间呢 后来unisex厕所的想法 就你在家里上厕所不就是都是一样吗 有太太上的厕所 新人上的厕所 小孩上的厕所 小孩上的厕所还真有 我有一个建筑师朋友在以前 他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他就设计一套小厕所 完全是缩小型的 哈比人用的 都可以买到耶 洗手台也小小的 马桶也小小的 好可爱好可爱 都是function的都可以用的 不是玩具 那后来小孩长大 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弄 好可爱好 我第一次看到非常可爱的 尊重小孩的厕所这样 所以性别的行为的问题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在公共厂所 跟不同的性别 同用一个厕所是怪怪的 这个是习惯的问题 坦白说 那另外呢 就是对年龄也是一样 我们的社会对于某个年龄的人 认为他不是成年人 譬如十八近这样 十八近 那十八近呢 你想十七岁的人 难道不会对十八近的东西好奇吗 特别是男生 男生到了十七岁 还不对十八近的东西好奇 这个男生大概有问题了 你大概十二岁以后 多多少少都会对十八近的好奇 那你为什么就砍在十八呢 为什么不十二近呢 美国电影有PG13 十三近 那不是真近 就是你要去看电影 十三岁以下得有大人陪同 因为这样你看得不太懂地方 大人可以给你解释 叫PG13 台湾呢没有讲没拿到那么低 那十八近 今天昨天还今天 我还听到一个人在讲高中还国中 老师要上一个什么公民课 还什么之类的 叫他们选电影来看 那说现在要上爱情 我觉得这也好事 叫他们选电影 结果呢男生一律选十八近以上的电影 他说老师不管 那女生就觉得 你们这人射男生这样 射胚子这样 那你看光选电影就已经搞成这样 那我看的时候 当然老师应该不能够 放十八近的电影 那你叫他自己选嘛 那男生有人就搞怪嘛 那你要我选的喔 你说的喔 他不是真心想看 他其实要不然早就看过 他就有点给你闹 大家当过高中生的男生的人都知道 有的时候只有一个动机 就是我给你闹 就这样 没有别的意思 也不是恶恶快新年 就是想给你闹 一般人生蛮无聊的 我觉得基本上青春期 是一个外星人统治的时期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等那时间一过 你就极度无聊这样 年龄啦 族群啦也是啦 那族群比较 我们现在就比较看不出来 因为有些人会有一些族群 我们在台湾那比较族群的问题 大概原住民的问题 原住民有些人的生活习惯 跟我们大部分汉人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汉人虽然还可以再分成什么 闽南人 外省人跟这个客家人 但是生活习惯上现在看起来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风俗习惯上没有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新住民的问题 就是那些移民来的人 常住的人 另外一个不是常住 但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 像外籍劳工在台湾的问题 像外籍劳工啦 这礼拜天没地方去啦 都在哪儿都在车站 台北车站呢就偏偏不设座位 说要动线流畅 那你不设不设座位 他们就坐在地上 然后台湾有些同学在那火车站集会 那要见面也坐在地上 那你说流动动线有用吗 台北车站刚设立的时候 平面就是没有位置 后来有一阵子说怎么样 又有位置 然后后来又整修了又没位置 这样你到台全世界去看 东亚地区有外籍劳工地方嘛 他们都在车站附近见面嘛 不然你给他什么地方见面呢 你又不尊重他们 他又来帮你做事 你又不尊重他们 也不让他有位置坐 他就坐在地上嘛 以前93年我到香港的时候 天啊那还剪头发的啊 什么的就在那街上这样 那他们人在那他需要嘛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又不给他 他只有在这种公共场所啊 然后你又嫌他 然后扰乱公共场所 那真的是不想办法 好这是族群 不同族群的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过这跟爱情的关系都不大了 那还有当事人之间原有的关系 跟当事人交友或婚姻状况 当事人原有的关系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像我们对男女关系 那有些工作的人 他们的男女关系 已经超越了我们这堂课讲的东西 那个性关系不在本课程 不是本课程最重要的东西 有些人觉得上个床不是什么事情 上个床能让工作更顺利 那更不是什么事情 所以这电影大概都有演这样的事情 那也有那种集体狂欢的 以前我刚回来不久就有听说 有些亚洲集团在新加坡的 那些长官见面 还有那些职员在新加坡开会 哎呀那淫乱到不行啊 媒体借人 淫乱到不行啊 他那时候没有YouTube 不然的话那种淫乱都是电影 讲出来都还算很少这样 所以这大部分人的关系 到底是社会文化怎么样界定 譬如大部分社会文化都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 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 那日本人就很喜欢走在这个界线边缘 像泪光闪闪那个电影 最后就来这套这样 日本电影常常来这套 然后到来到后来就告诉你 原来他们不是同一个爸妈 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问题也没真解决啊 这都很尴尬的问题啊 那接下来家庭 家庭的 有些家庭认为要有门禁 有些家庭基本上不管小孩 有家庭管得很严 你不同家庭人对于不同的规范就不一样 譬如说你第一次到对方的家里去 你如果穿着蓝白托 穿着那种短裤就去了 我保证你的关系不会很好 那你第一次去 如果穿西装打领带 你以为你去面谈工作啊 那你要穿什么 你们这代人可能就有一些困扰 我们那代人也有困扰 不是你们这代人困扰 因为平常你跟你喜欢人在一起 你的穿着就是大学生的穿着 但你要去见对方父母的 你总要穿得稍微正式一点 多正式这一点啊 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规范 完全没有 我觉得台湾现在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很多事情都没有规范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人出来给你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店呢专门卖中 各种场合的衣服 我们给你建议 比如大学生你可以穿什么样 我们给你建议 然后呢 你要是跟人家这个 交男女朋友 你可以穿什么样 那你要去见你的这个 对方的父母亲 你可以穿什么样 相亲你可以穿什么样 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现在我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建议 没有的话 你真的是 你要穿什么 怎么样穿才会大方 那女生到男生家去 对不对 你大概第一天就去 然后夏天你就穿西肩袋 然后露出你的事业线吗 对方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所以像这个都是 你有些穿着打扮啊 属于正常扮演还是不正常 有人不知道为什么穿得很华丽 怎么看起来都像一个做特种营业的人 有人穿着很随便看起来就很高雅 你说这怎么说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不正常这些 另外社会阶级的问题 在某些有钱人眼里 你要开车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 那代表你的身份 你开车万一开的很差的车 那就不行 人家会觉得看不起你 在美国纽约有些公寓是很高档的公寓 你某些人要搬进去 他管委会可以决定让不让你搬 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就听看到一个新闻 说马丹纳要搬到纽约的一所公寓去这样 他很有钱他买了一个公寓很有 结果公寓的人拒绝了搬入 所以因为他是电影明星 而且呢他他搬入以后呢 会有狗仔队到处跟着他 其他居民的生活呢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拒绝他迁入 后来怎么样就新闻我也没追 我就不知道 那台湾呢到目前为止 好像大楼管委会功能没到这个地步 那反正你看住豪宅的人什么人都有 通缉犯也有 正常生意人也有 有钱的大学教授也有 所以这就很不一样 那教育啦职业啦先来后到啦都跟这个有关 各位念大学为什么念大学重要原因之一 特别是女生以前 以前呢的女生爸妈都会说我给你念大学 这就是你的新娘本 就是你的嫁妆 因为呢你有那么好的教育代表你的基因不错 将来呢对夫家来讲这是一个资产 很不愿用的资 这个把人看成财产这些我没有 那人家将来群里呢就是因为你有高 受过高等教育 将来呢能够让对方的种子能够配种配得好 将来生出聪明伶俐的小孩 所以有一阵子主播要嫁入豪门这件事情 是一个正常现象 因为主播有这种聪明的形象 念书念不错 长相也不错 各方面条件都好 嫁给豪门真是天作之合 那后来主播太多了 因为台的电视台太多了 所以主播就慢慢就没有这个价值 但是有一阵子主播是这样 那这就是你的教育变成是一个 你的社会资本啊 现在大概很少很少家长会跟你们这样说 我念书的时候很多人是这样说的 甚至在我的学生前几年的学生 还有他妈妈跟他说 那女同学学了民法以后 回去跟他妈妈说 妈 你知道吗 将来你留下来财产 我跟弟弟要分一半的 他妈说乱讲 将来所有财产都是你弟弟的 那我呢 你的财产就是我先让你念台大 这是你的财产 那女学生就非常非常的气愤 说妈 这是违反民法规定的 那妈说 我让你我花那么多钱 让你去念书 念出这种东西来啊 你们需要教什么的 这样就两个人就吵起来 学生后来就讲给我听这样 因为我不教民法 我后来去打听一下 哎呦 学生是对的 你们现在学民法 女同学大家都知道 你要分财产 你们家你是有一份 那妈妈认为没有 所以她说 这房子家就是你弟弟 不是你的这样 她非常生气 那职业方面也是啦 你们都希望找一个有正当职业的人 有正当职业的人 现在有 保证六个月后有吗 保证六年后有吗 大部分都不看六个月后六年后 都看现在有 觉得现在有最实在 但你不知道 现在新世界变 世道变化很大 现在有 并不表示六个月后有啊 我就知道有故事 有人结婚的时候 有车子 有房子 有职业 哎呀 一切看好啊 结完婚六个月 经济不景气 车子没了 拿去抵押了 房子卖了 然后工作也没了 那婚姻还在啊 那有人婚姻就没了 跟着没了啊 所以我一直对于这种 人家像相亲的人啊 常常要看的条件 都是看这种外在的东西 我深深觉得不可解 尤其在二十几岁的人 二十几岁的人 到了后来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会有蛮大的变化的 这个东西怎么能用二十几岁 就来推断你的三十几岁 跟四十几岁或以后呢 可是爸妈都是这样推断 都是这样推断 所以这很奇怪 可是爸妈年轻的时候呢 都不是这样推断 你知道吗 所以人很奇怪 一旦变成爸妈 好像脑筋就被植入一个 什么奇怪的晶片 你就开始用爸妈模式来思考 那问题就常常看不清楚 另外还有情感的问题呢 常常被那个就是先来后到的问题 在三角关系里面 最常被这个大老婆或是原配 或者是先来的那个人 所引以为拒的一个理由就是说 我是先来的 你抢人家男朋友 讲这句话的时候 脸不红气不喘 这样不然很生气 那谁抢你的男朋友啊 如果是你的抢得走吗 所以这个居于那个被被 那个位置的人 常常的理由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所谓的后来者呢 他常常的就是这样说 那是你的抢得走吗 他根本就不爱你啊 他曾经爱过你OK 那他现在不爱你啊 他现在跟我在一起OK 这就是小三的 能撑下去的逻辑 那至于那男的爱谁呢 那男的通常躲起来 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好 回答这个问题很尴尬 你到底要爱谁呢 上礼拜我们有讲过 这有几种可能性嘛 你到底要怎么选择呢 大部分人选择逃避 要不然选择欺骗 总而言之 很难有人去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有时候 真的也不是很好解的 因为你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心中就容纳下这两个人 你觉得他们两个不能并存吗 那这也是一个解 不是没有解 到现在为止 在社会上 也有人在婚姻里面 也采取这种两方并存的这种 逻辑 我念书的时候 有一个电影明星 这电影明星 现在还在演 老演员了 电影明星 快闹出一个绯闻 那时候有两件事情 有两件事情 这个就是夫妻双方 各以一个故事为主 两件事情呢 其中是一个导演 跟着一个演员 在一片很有名的电影以后呢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就离开了袁佩 袁佩 袁佩是一个有名的作家 有名的作家 然后这个有名的作家呢 就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 那我在美国念书 连在美国都收到影印本啊 这是所有的老婆 印给先生的文章 就说你看这玄成忘恩负义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我太太那时候也要我念 我就念了 我到现在为止 还能背着几句中间的台 那个文章的台子 就错影着利普顿红茶 听着马游游这样 刚好我们家也有利普顿红茶 也有马游游的 所以那个感触特别深 那这事情当时就被那个臭男人 跟着女人 跟着狐狸精跑的这个 这个这种这种逻辑 就深入人心 这是第一件事情 没多久 报纸又报出另外一个事情 让所有的丈夫就吐了一口气说 你看你不学学人家 就说那个有名的那个男演员 是性格男演员 娶了两个太太 其中有一个还是什么什么国手 那个女的 是什么什么国手这样 然后呢人家相安无事 一个住三楼一个住四楼 所以后来听说先生们 就在影印机影印 然后送给他说你看看 跟人家小小跟人家小小 对不对 相安无事嘛 对不对大何必呢 这是在1980年代 两个社会事件 让夫妻之间有对话的空间 其实大部分人也都没机会 搞到这种事情 你要搞到三角恋爱这个在世界 在那是很罕见的事情 你碰到某种时候算你倒霉 因为真的很难处理 很难处理你在哪个位置都难处理 都难处理 碰到算你倒霉 如果你能走出来算你幸运 因为你可以学到非常的多 当然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那这是偏差行为跟社会文化约定的问题 有些人觉得我们男人怎么可能一夫一妻呢 开玩笑 我们的生理构造就不是一夫一妻的料嘛 你们女人可能一夫一妻 你们要怀孕九个月几个月 所以你们女人怀孕期间你不可能 那你怀孕期间我怎么办呢 这是很多男人的一个借口 所以呢 我们男人的精子又能制造多少 你卵子一次一个 我们一次几亿个 怎么办 就是反正这是 从我年轻时候就听到老的一种论证 到现在为止 有人知道我叫爱心受益学碰到我 我还是这样问了 你觉得EVG是合理吗 我说当然合理了 然后怎么会 然后就开始跟我来这一套 我说嘿呀 对不对 你想去搞你就去搞 你干嘛讲这个呢 有太多男人不搞的 不跟你来这一套 你又不是精子 对不对你是精子的主人 OK 我后来就听到学生说 老师你们男人是不是都精子冲脑 不该往那方向冲吧 我们该冲的方向很清楚 怎么往那方向冲呢 好了 另外是爱情与偏差行为 有些是大部分 都是以爱情为名的偏差行为 以爱情为名 在亲子之间 当然就是爸妈 你大概都听说过 爸妈爱你呀 所以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啊 爸妈爱你啊 所以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是爸妈爱你 这个通往头 你到底叫男朋友女朋友还这么搞 那你真的是妈宝啊 我是爱你 我才告诉你这事儿 你千万不要去上爱情社会学 那课坏人心术啊 以前就男朋友 我不是说嘛 一起来上课 我说你怎么都那么 都来上课呢 有一次他女朋友考试 女朋友没来 他来 那时候没上店 没有这个开放式课程 怕漏了课 他就来帮女朋友听 听得非常认真 还记笔记 这样啊 我说女朋友没来 他老师他考试 我说那你不用考试啊 他说我也需要考试 但是他的事情比较重要 你看 这到底是好是坏 我都不知道 那以爱情为名 做出什么样偏差行为 等一下会细说 另外呢 有的研究就是叫做爱情的黑暗面 尤其仿效这个月球 有一个黑暗面 那爱情如果跟黑暗面 其实是oxymoron 就是这两个字不是相互矛盾的 不可能用在一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爱情基本上就是一个 你牺牲你自己啊 为对方着想啊 怎么会出现黑暗面呢 所以这个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争议 另外呢 就是最后这个问题一样的 你假如以爱为名做出偏差行为 这还是爱吗 那有电影以前叫做爱你爱到杀死你 这根本就谋杀嘛 这跟爱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呢 有时候媒体呢 喜欢这样的名称 因为觉得这样子 可以凸显出某些事情 那这个让我们这种 教爱情社会的人都觉得 那你这样不是混淆是非嘛 所以常常有人说 爱情真的不重要 爱情有时候很可怕的 爱情怎么会可怕 那你把爱情加入黑暗面 那当然就可怕了 如果你的爱情是纯粹光明面 那就没有可怕的东西啊 爱能够超越一切啊 好 那爱情偏差行为的样态 这我们生活里面 你在学校会碰到 性骚扰跟性侵害 性侵害就是所谓的强制性交了 以前讲的比较粗俗啦 叫强奸啦 那性骚扰呢 非常尴尬 性骚扰只要对方觉得不舒服 那就是性骚扰 跟你做什么没关系 所以你同样做事情 比如说老师讲黄色笑话 在所有男生班里面 或男生的团体里面 你讲的黄色笑话 可能大家听得很嗨 很高兴 有一个女生听得不爽 那就是性骚扰 好 所以找现在大部分老师 大概都有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老师不想 以前有些老师为了提振上课精神 表示他上的很无聊 他就会讲黄色笑话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都期望老师不要讲 什么颜色都可以讲 不要讲黄色 那很尴尬 那有法令跟现实的问题 那另外呢 有校内跟校外的问题 有三个相关的法令 性别平等教育法跟学校跟学生有关 那性骚扰防治法跟在社会上有关 那性别平等工作法跟工作有关 比如在工作单位被老板骚扰了 那就是要用性别平等工作法 如果你在捷运站被骚扰了 那要用性骚扰防治法 如果你在学校 你有学生身份被骚扰了 叫性别平等教育法 三个不同的法令来处理不同的情况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差的事情 另外一种呢 叫做不受欢迎的追求行为 在以前这些可能会被认为 你是一个坚真的爱情的追求者 那现在叫不受欢迎的追求行为 包括什么呢 中文叫尾随跟踪 英文叫stocking 他到哪里你都跟到哪里 他去上课你也上课 他上什么课你都上什么课 他来你就跟着他 然后到出到那个他 你等公司他跟着你等公司他没干嘛 他没干嘛 那你上课我不能上课吗 有人就来皮皮的弄这一段 那这个事情有真实发生的 有真实的案例这样 那通常尾随人家的人会觉得 就表示我爱你啊 你看不出来吗 有那么多人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吗 没有 只有我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还不跟我来往吗 你看没有人敢跟你这样 只有我耶 有时候这些人就已经迷到 认为这就是爱情 表示他的忠贞不二 我连谁都被看 你看那谁看你眼我马上捅他一刀了 他敢再看你吗 再看我把眼睛挖出来 那你这个大概就 这真的是在监狱里面可以去活这样 你下半身可以到那里 所以尾随跟踪 那些人碰到了这个姓名或调查 他马上就改口 说我没有啊 我就刚好同事出的怎么样 那有些同班同学追求同班同学 这就非常尴尬 比如说你做实验要在同一组 然后做什么 他都抢先要给你一组 然后基地主委他要给你一组 那你说不要 有的女同学会显示害羞 说哎呀他既然跟我一组就好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后来等到他 你发现他其实是stalker的时候 就有时候太晚了 但这事情其实因为不会常发生 所以你不会注意这个问题 我也不是要恐吓你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这个事情真的很罕见 所以我们自己在新民会的时候 我们在新民会做事 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变态心理 你知道吗 就你觉得人都那样 不是 是因为我们处理的人都那样 所以后来做五年我就做不下去了 不能再做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做久 做久了 你觉得事实上没好人 事实上没好人 好 另外那叫病态迷恋 fatal attraction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人有马尾控 女同学不是把马尾巴吗 他就爱上了 他觉得那马尾巴这样摇摇摇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召唤 他就会跟着那召唤 有吗 发生过同学 这还是悲惨的案例啊 那个有一年 我那案子闹得非常非常大 闹到新闻上去 那个人是连续性侵害犯 他要出狱了 他功课非常好 因为他以前是某大学毕业的 因为连续性侵害被撩到以后 抓去关 关了以后因为表现良好 所以提前出狱 根据当时的假释规则才见 然后呢他就宣称 报纸上把它报出来 宣称他要考台大社工系 你去网路上查 这是有的新闻 这不是我造假的 结果社工系好像是哗然 那时候我们社工跟社学 是不是还同一个系 我们也哗然 然后很尴尬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要教学生 对不对 那人家当然有受教权 可是他的连续性侵害犯 到目前为止 医师都认为这是没有办法 化学去世都没办法 那你要拒绝他吗 你要收他吗 台大校方就把这问题 丢到社会社工系 社工系讨论我们就跟着听 应该是同一个系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 哎呀我们还关门讨论 记者来听啊 说到底学生恐不恐惧啊 有些学生就说 我不愿意跟他当同学啊 他只要是台大 我就那个开玩笑 你别闹了 你跟他同学 他不会侵害你啊 他会侵害别人啊 你怎么知道呢 就师生之间就分成两派人 一派是那种表面上觉得 我们欢迎所有人来念台大 背后呢 你知道吗 我们就看到很多人这种嘴脸啊 老师也有 学生也有啊 那我们那种从头到尾反对的人 就被认为 你还当老师啊 你没有爱心啊 我就是那种 可是大家都认为 我思想比较开明 我一定是那个表面那个的思想 我不是 我从头到尾都反对的人 我是公开反对 从头到尾都反对 我说这个人 我不要不要 这个学生不要来 我说他不会害我学生 他会害别人 我说大家治不了他嘛 所以舆论压力很大 他就那次假 没有假释出狱 弄了好几次 最后他假释出狱的 就到了花莲 到了某一个社服单位去当义工这样 当志工还义工 还是什么这样 那个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 但所有的性情爱犯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后来有个家伙也是在花莲 那时候我看新闻以为是他 结果好像不是 所以他如果有改善的话 那真的也是奇迹了 那也是好事 就有一个性情爱犯出狱不久啊 还带了脚疗啊 然后就逃啊 然后就侵害了别人啊 所以这个事情呢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困扰 美国呢就立了一个叫梅根法案 你可以上网去看 那他的梅根法案是希望呢 任何一个性情爱犯 特别是连续性情爱犯 一次的跟做好几次不一样 一次他可能还可以制止 他已经做好几次都被链到 这个人大概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了 你说终身监禁或其他的 但是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那梅根法案就说 这些性情爱犯出狱以后呢 当地警察局有义务跟责任 要告知当地的居民说 这边住了一个性情爱犯 OK 有人说违反人权 那这个东西就争议很大 有些连续剧也在演这故事 就是社区里面出了一个性情爱的案子 比如说恋童癖的人 把小孩的情爱也会把他抓了 把他杀了 那当然这个出狱的那家伙 一定是第一号悬疑犯 然后这个家长一旦知道 警察单位竟然知道他住在这 还不告诉其他人 警察单位也难辞其咎 所以这种梅根法案就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当事人困扰 当事人包括受害人跟家人都困扰 这到底怎么样没有两全其美之策 所以那时候台湾也说 那如果你邻居有住这种性情爱犯出来的 你应该公告周知 后来说这样违反人权 到目前至少台湾还没有公告周知 所以你谁住性情爱犯 你在外面租房子 谁是那个人 你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需不需要知道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 有人权立场来看 有这种个人安全立场来看 因为法律他在他没犯罪之前 是人人平等的 不能假定他犯罪 但是呢我们日常生活经验说 他假如犯了那么多 他要再犯机率实在很高 为什么我要自曝于危险之下 懂吗 不发生的时候都OK啦 一旦发生了 你就会觉得到底该怪谁了 像这个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回到我们这里来 那这个病态迷恋 有时候他只迷恋一个人 对其他人并不会有那么大的伤害 他不迷恋别人 或者迷恋某一型的人 会迷恋某一型的人 所以这是fatal attraction 我们把它先讲完在那个 另外有一种病态行为 就是手机狂抠啦 你这个联络 尤其有些人有这种 英文叫control freak 有控制欲望很强的人 希望知道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每一分每一秒在干什么 特别是在分手的那个过程里面 有人手机会不断的响 因为他就是要让你发疯 因为他已经发疯了 所以很多男生或女生分手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坏手机 你这样就避免狂抠这个事情 很多人不把事情讲清楚 或者有人告诉我说 你讲清楚有什么用 他就是不相信啊 你就是不喜欢他了 他就没办法接受啊 他一直抠你啊 这就是狂抠 最后一种我们见到 就是电子邮件狂计 那个男女这个交往 然后后来分手了 那男生就把私藏的这个 清凉照就发送给其他的同学 尤其我们台大的那个电子邮件 没有秘密 大家都知道别人的电子邮件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电子邮件怎么设立的 你们都知道 我们就不要让看电视的人知道 所以呢 今天万一你有一个班队 然后那班队到时候 你跟他分手了 你就把你跟他拍的亲密照 就传给全班其他同学 甚至你可以传给全校其他同学 同学这是犯法的 跟公益 公益无关的事情 你发送这个是侵害人家的隐私权 就像你人肉搜索也是犯法的哦 如果他没有犯什么法的话 还没有被确定 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不要那种 有那种奇怪的乡民的正义 那可以拍成电影 我不知道电影演什么了 但是这个各位一定要小心 不要不小心就误触了法网 不要自以为在在在做一个社会正义的事情 结果误触法网 因为你的用意不是这样 所以希望各位在这个时代要特别小心 刚刚讲到的是不受欢迎的追求行为 前面四个是现在比较常见的 接下来是被拒绝的反应 那只是简单的说 当然被拒绝都会很难过啦 有人会生气有人会忧伤 生气就比较外显的 可能会做了一些破坏性的行为 那有的是回去自卑自伤 做的是破坏自己的行为 有的是破坏公务的行为 那这个都是其中的常见的地方 那另外呢 有些时候呢只是沟通不良 有些人其实要说分手 不是真的要分手 而是沟通 譬如有人说 我觉得我跟你认识那么久 我都不了解你这样 那不了解你就表示他想了解你嘛 那你就要想办法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做沟通 但是很多人听到这句话 就开始觉得那你要离开我 你要跟我分手 那我们就分手嘛 谁怕谁 很多人就是对 这就是沟通不良的一种就是误解 另外一个是污蔑这样 那这等一下都会提到具体的例子 外国研究都有 另外就是刚刚有讲到公布私密的资讯 包括情书 包括亲密照片 包括其他私密的资讯 譬如有人会说 你要上一夜情吗 请打这个电话 你就把他的电话当成一夜情的电话 那他会受到很大的困扰 这个事情也听说过 另外性暴力啦 包括肢体的暴力 包括言语的暴力 包括性行为 包括分手时候的胁迫 性行为这个事情 我要稍微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呢觉得 如果他已经答应你从事性行为了 那一切所做的都是合法的 故事不是这样的 有这么一个例子 有这么一个例子 一个男朋友跟一个女朋友分手了 分手以后呢 有一天要碰到 碰到以后呢 就发现死灰复燃 结果这个男的就跟这个女的呢 就到了宿舍去这个 发生性行为 那这个女的呢 就觉得这性行为的整个过程非常不愉快 心理上不愉快跟身体上不愉快都有 就跟着男的说 我不想做了 正在中途的时候 他说他不想做了 男的就说都现在了 怎么可以不想做 箭在悬上还能不想做吗 那就说可是我不想做了 那男的就非常生气的 把那女的压在那个宿舍的厨子旁边 不是我们学校 就特别强调 真的不是我们学校 不要再越强调 越像是我们学校是吧 好吧 反正在发生在学校的事情 真的不是我们学校 然后他就把那个女的就压在这厨子这边 然后那男的手是这样 所以那女的基本上是动弹不得的 宿舍当然是没有别人 在上课期间 那男的呢就拿着手呢 就捶这个厨子这样 咚咚咚这样 那女的就很害怕 他当然没打到他 他当然没打到 所以男的说我跟没打他 我是打厨子啊 表达我的愤怒啊这样 那女的非常惊骇 不知道那个咚咚咚的手 什么会打到自己脸上来 然后又不知道自己这样子对不对 我既然已经答应要跟他做了 然后我又不做 然后叫他生气了 哎呀我干嘛惹这个麻烦 然后自己的思绪也非常的乱 乱到后来呢 这女的就趁着这男的自己 就穿上了衣服要走 男的就把他推倒在床上 这过程我们讲的很慢 然后好像在发生的时间都非常快 所以我们讲的时候 要说时迟那时快 那女的就很生气 就骂了他一句什么话 那男的就更生气 就把他从那个床那边的压起来 然后就这样掐他脖子 然后男的很比较高 那女的小支 所以就被他类似像电影一样 那两脚就离地了你知道吗 哎同学那会死人的 那会死人的 那男的生气说 我当时没想到这一点 后来女的当然就趁空隙 就跑了 就跑了 那男的也承认有这个事情 男的说 可是 男的一直抓到的理由 可是他答应跟我做 我没有胁迫他 那个女的当时 考虑要不要来告这件事情 因为女的说 我确实答应他要做这个事啊 可是后来我不想做了 所以这女的后来坚持理由说 没问题 当初是我答应 那中途我有说我不想做 而且我非常明确地表示 我不想做 那男的继续要做 所以他就做了这些行为 男的到后来一直不知悔悟 一直说 可是他答应要做了 啊 我们一直跟他强调后面一点 他就不注意这一点 那女的后来就说 呃 可是我后来不想做了 所以我们都跟这个男的同学说 你男的不知道 人家说不就是不吗 啊 而且你知道掐脖子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可以告你杀人未遂的 真的可以告你杀人未遂的 真的可以告你杀人未遂的 啊 呃 后来 这个女生非常感谢这个调查委员 啊 调查委员有男有女啊 一定要故当三分之一比例 一定要是女的 所以通常三个调查委员 大概只会有一个男的啊 呃 通常那女老师 这个事情对女生比较有利 那那个女学生 后来说他从来没想到 男委员会站在他的立场 来想这件事情 他以为所有男生都认为 只要你答应我做 你从 只有应该从头做到尾 你不能中途还停 啊 所以他发现了老师既然可以支持啊 这个男性老师可以支持这一点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 他很感恩的事情 那男生跟他爸就发誓要告这学校这样 要告这学校 把学校告夸 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 这种故事呢 有时候你看起来很像个案 其实都蛮典型的 所以同学也不要误以为 你这个当初人家答应你 你就觉得可以 他随时说不的时候 你就应该停手 这是你要知道 那也有分手时的胁迫啦 那这个有时候是气话 那有时候气话 看你到底有没有做 因为气话 有时候会让人心生恐惧啦 像这个问题 另外当然就殉情啦 但是殉情跟他杀的这个界限 有时候很不清楚 或者有的人故意弄不清楚 因为这个的话罪行是不一样 这个判处也不一样 像有几年 有一年 在过年前后 这个一年大概已经 我想大概在十年左右有了 那时候我开爱情社会学 在被媒体报道以后 很多媒体都希望我 对爱情事件发表言论 但是他们后来慢慢发现 我的言论跟他们想要的不合 所以大家都不太会找我 有时候他们就把他的想法 就塞在我嘴巴里懂吗 教授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你不觉得这不对吗 你不觉得 然后我好像只是说对不对 那我说对这样子 这就是你的意见谢谢 那我们就写上去了 其实他已经写好了 只是把我名字牵进去而已 那不是我大概就换别人吧 那一年呢是说 抱着他们的灯 一个警察跟他的女朋友 殉情了 然后手中还握手枪 然后他就问我的意见 我说到底是殉情 还是他杀可能要先搞清楚 我讲完这个 记者说 孙老师这不是殉情吗 我说殉情通常是两个一起死 他通常不会用枪啊 那警察有枪 你不知道他就先把女的打死以后 我说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是应该先厘清以后 那都还没厘清调查 你们就说他殉情 我觉得这不太对吧 我说我当然不知道 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一个人有枪的时候 你要说殉情 这件事情可能要调查清楚一点 比较容易服人这样 结果后来从那以后 我就没有被记者访问过 那殉情通常会发生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感情 不能够被社会所接受 他所做出的极端的行为 这包含了这个婚外情 包含了其他不被接受 那这个日本的那个在 是明治时代开始吧 因为他们通常的说法都 因为庶民经济起来 有了中产阶级 谈恋爱的恋爱 就跟这个是有关的 所以呢 在贸易的地区 就会发生这种恋爱的故事 然后有一个日本的作家 叫敬松门左卫门 不是哆啦A夢 敬松门左卫门 就写了这种殉情的句 殉情在日本叫心中 汉字就叫心中这两个字 叫真根其心中 然后就造成日本的这个 后来的文学界 或这方面的小说 很喜欢写殉情这样 一直到后来的 上次有同学提醒我 叫做施乐园 都还搞这套 都还搞这套 然后这套呢 都在每十年会出现一次之后 新的元素 但最终都是殉情 日本人对殉情 好像有一个文学上 或者艺术表演上的一个 一个迷恋这样 另外当然还有很夸张的啦 就杀人啦 疯狂啦 九十一偏执啦 内说啦 内疚啦 这个内说是什么 我有点忘了 好像是不是个性上面 还有呢 大家经常见到 就停滞在过去的一段感情 就上次我们在分析 从T0到T4的时候 很多人就成立在 因为被分手了 他就成立在那个 两人很好的那一段 就不能往前走 就卡在那里 卡在那里 那这是见到最多 很多人走不出爱情的原因 你去看南芒想要牧场 也有一段就是卡在那里 不过很有趣的 他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他如何解决这个卡住的问题 他有一个方法 我不认为有效 但是至少你可以骗掉你自己 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 我以前有一个方法 我上一拜课程结束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站在那个对方的那个门 对方的那个门对面 祈祷他半个钟后出来 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就你要给自己一个closure 什么是一个你最后的底线 如果真的不怎么样 你就彻底了结这样 这有时候是跟自己有关 跟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方根本不知道你在搞这事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仪式你知道吗 我要一个开始 我也要一个结束 我要一個轟轟烈烈烈開始 我要一個轟轟烈烈烈結束 那你就結束了嘛 這有時候別人看起來會非常無聊 對個人來講這種自我的儀式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那是你對自己的交代 好 那你看91頁這裡 這個整理就跟剛剛比起來會更完整 這是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他研究呢 愛情中的衝突 各種不同的嚴重的情況 第一種叫身體的攻擊 就是傷害你的身體 用 定義叫做用武力或約束的行為 用武力就是拿刀子架著你 拿槍架著你 然後或是用拳頭架著你 用你的肉體力量架著你 包括什麼東西呢 你看像情侶丟東西 吵架丟東西這點 是經常見到的劇本 那電影也要演 然後都拿那個很便宜的東西 然後就啪 再丟一地這樣 這個如果能夠促進棒球的發展 這其實是值得鼓勵的 但是好像都沒關係 像辦理丟東西 第二個 抓 推 或者推擠 這個打架其實很多人這樣 這是一個開始 通常就是你怎樣 那你要怎樣 他就這樣 拱來拱去這樣 小朋友有時候會這樣 接下來就比較高級 甩耳光 小朋友通常會學 甩耳光呢最嚴重 大概就是把對方打龍了 這個醫生有研究過 我們也找過醫生問過 他甩耳光其實問題比較小 甩耳光跟掐脖子比起來 甩耳光的問題小太多了 可是對於發怒的人來講 這都是生氣的行為 那你別忘了你生氣可以選擇 比較輕的方式 不要傷害對方的方式 甩耳光 電視上那就更多了 甩耳光 那演員呢 常常有人就真的要 要甩耳光 有的人還說你來真的 那有時候那個 有時候那個娛樂新聞很奇怪 說哎呀 誰演戲呢 你被臉甩了五個耳光 他不就演戲嗎 甩我五個耳光可以賺那種錢 你甩我唄 我跟你講我也願意被你甩 我給你甩是double OK 我只收你一半的錢 周年慶半價 你甩唄 能給我那個錢 好 另外咬啦 踢啦也是 女生啦 女生還加上咬 咬特別是女生 男人覺得咬不是一個 不是個男子漢的行為 懂嗎 這很奇怪 女生覺得咬是OK的 那男生覺得 娘們用咬的開什麼玩笑 咬 拳打 如果你會是勇存拳 你就可以打十個對不對 有一陣子這句話非常紅 不知道紅到為什麼 我後來就跑去看 真的那個電影 另外逼他狠狠地打 你給我打 你給我狠狠地打 打到那種鼻青臉腫 完全認不出人的樣子 那電影當然都有點誇張了 人要真的像電影那樣打 找沒了 電影那都借位拍攝的 還有一些是化妝技巧 各位同學千萬別以為 你那樣打人他不會有事的 尤其你看這動漫的話 下一個鏡頭出來他又好好的 這不是這樣真實 不是這樣 choke 掐脖著 然後刀槍威脅用刀 台灣因為槍子管制 所以大概你不是惹到黑道 大概這個問題都很小 你只惹到其他人 大概頂多就是美工刀事件 好 接下來是敵意的感情 哎呦 這對某些人來講 你還不如打我 你還不如罵我 你就說話吧 你不說話 這我更難受 包括什麼呢 鄙視 哎 你要是跟他好 被一個自己喜歡的鄙視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講口試了 對不對 鄙視就不得了了 對不起啊 我這一定要用到這個 content 看不起你 不要臉的東西 別人罵你不要臉的東西 你也可能還嬉皮笑臉 嘿嘿嘿 我就不要臉怎麼樣 嘿呦 你心愛的人罵你不要臉 那真的是不得了 討厭 這討厭呢 不是那種 一般那種嬌稱的討厭 那種討厭 以前我們那時代女生 最喜歡講這兩個字 我們都好喜歡被人家討厭哦 對不對 那是真的討厭 你知道 你要分不去人家真討厭你 假討厭你 你一定要到嬉皮笑臉 這個有的時候也是個功夫啦 折罵 罵人家 scorn scorn 不是老師今天吃的東西 那叫 scorn 跟 scorn 是不一樣的 scorn 叫做 來 scorn 挑釁啊 那怎樣 你不滿意 那你怎樣 我們分手嘛 講話就那種非常非常衝的 有人就是喜歡講那種衝話 不知道是吃了什麼衝菜還是幹什麼 有人就好喜歡講這樣的話 他平常是個不錯的人 就是覺得不要輸人不輸陣 吵架的時候我一定要有個贏面 我一定要講那種氣勢雄壯 這個就是我聽過太多人吵架 大人 小孩都是那種 一定要贏過對方 就會講得非常非常的衝這樣 你有啦 你過來啊 你過來啊 那他也不過去 你也不過來 大家說 你過來啊 你知道嗎 就就表示大家都是那種人 那就好了這樣 聲音大就好 我就知道你沒種 你沒膽 我罵人家沒種 好像是一些很 很侮辱對方的事情 這其實是什麼好侮辱的呢 你就當作是蕭威嘛 所以我說男女朋友如果要避免吵架怎麼辦 這個我以前也有想過 我要避免吵架 第一個你就改成數字吵架法 你用文字有意義 用數字基本上沒太大意義 你要罵他的時候你說你哭嘛哭哭啦你 你想 你在講什麼啊 對不對 反正你要發洩憤怒嘛 人跟人的溝通有幾個重要點 第一個傳遞訊息 第二個發洩情感 如果你為了傳遞訊息 你當然不需要發洩情感 你一旦講出話來 就既傳遞的訊息也發洩了情感 我跟你媽媽怎麼樣怎麼樣 那不是傳遞的你要跟他媽媽幹什麼嗎 那其實沒有嘛 那就是一個憤怒的表示 那個他跟你媽媽都不認識 他怎麼可能跟你媽幹什麼呢 可是他講的時候要這樣講 因為約定俗成嘛 他不然說我跟你家小狗 對不對 你知道 這有時候是約定俗成罵人的話 你還真當真 所以你要讓他不要有那個 傳遞訊息的這個意義 只有發洩情緒 那你把聲音講出來 哭嘛哭哭就可以了 對不對 如果還能接的下去 那也真是一個槽法 哭QG 哭哭哭 對不對 那你真的是在替人家做廣告嘛 所以數字 數字吵架法是我認為可以吵架的 而且吵完以後你會覺得心胸舒暢 你會發明一些奇怪的數字 當然有些數字是很不好的數字啦 怎麼 上次講什麼呢 有人告訴我老是數字吵架有風險啊 你罵他三三八八啦 這個人家也會生氣啊 因為那有某種程度的訊息這樣 不是只有憤怒而已 所以呢這個盡量還是不要吵架啦 吵架這個時候這個是一個風險 Anger 生氣 Hotility Hotility就是跟貓狗一樣啦 大家我們很早就研究貓狗動物的那個表情 然後那個貓呢就會豎起了他的那肌 脊椎 然後那毛就這樣豎起來 狗呢就會呲牙裂嘴 人有時候吵架還是這樣 你看那個電影上演的兩個黑刀要幹架這樣 那眼神跟貓狗是一模一樣 回到最基本的哺乳類動物吵架的方式 只是人有這個刀槍 那個貓狗沒有 你能想像貓狗拿刀槍嗎 你在看什麼呢 你看那個什麼貓嗎 Puss 對不對 他就有一把刀 那貓 那貓最厲害就這樣 那他就魅力無窮了 他還需要幹嘛嗎 另外hate hate也是很強烈的情感 但大部分人說你真的研究的話 有hate還是有希望的 那表示I care 還真的關心你啊 你要是也無風雨也無情了 管你去死 那真的就不care 不care就很糟糕了 你喜歡的人完全不care你 那你真的不值得了 所以恨 如果真的恨 還表示有希望 但你不要做到恨的地步 沒什麼意義 另外呢就批判的行為啊 這不知道為什麼兩人相愛的時候 在喜憨期完全不會有這事情 後來慢慢慢慢缺點都變 優點都變缺點了 優點到藥房買就有了嘛 一罐也蠻便宜的對不對 包括什麼insult 羞辱 你這種人還念台大 把台大罵進去了 你這種人還修愛情社會學 沒有人這樣罵人 你可以考慮這樣罵一下 看這算不算罵人這樣 好當眾出糗 有人很通常愛的人 我們不會要彼此互相造詣 連哥們都不想互相造詣 那你想對不對 那愛情 那個大家談戀愛 怎麼會不彼此造詣 然後開始當眾出糗 好啊 那這怎麼 這還有愛情嗎 另外呢拒絕行動 有些男生呢 可能跟女生交往 介紹自己的同學認識 然後呢有些男生 為了表示自己很行 就這樣做的時候 就希望把手勾到女生的肩膀上 有些女生就會打拉手 你幹什麼 我們是男女朋友 為什麼不行這樣 有些女生可能會忍受 可能有些女生很不喜歡這樣 那有些人覺得無所謂 哎呀我看過太多戀愛的對象 在我面前 什麼樣子都有 有人就完全裝作是兩個不同的人 就是不認識的人 有人的兩隻手啊 就變兩人三手你知道嗎 那手基本上就屬於廢掉了 開玩笑就叫日本三手線這樣 只有三隻手 吃飯呢就一個人用左手 一個人用右手 那隻手是幹什麼的這樣 什麼年紀談戀愛 都有那種三手線的 完全廢掉了一隻手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人也好 大家要萬一可以樂捐的話 他的那隻手可以捐出去 那生活還是基本上能夠function的 三手線 哎呦 現在就更不得了 就還弄雙唇線對不對 兩人接吻 吻的喔 那些結運站那樣 幹嘛呢 不是等一下就見面了嗎 吻成那樣 好像我倆沒有明天這樣 真的不需要 12月21號晚上你可以考慮 12月20號號稱是 瑪雅人說嘛對不對 世界會毀滅嘛 你還相信瑪雅人 瑪雅人全都跑了 不小心丟出一個講錯的話 大家就跑了你知道嗎 然後你們還真信說 瑪雅人說那天會毀滅 23號你早上起來 瑪雅人會怎麼樣 對不起啊 我們跟全世界人道歉 我們立法算錯了 哈哈 すみません 那一群都不見的人 你還相信他們的立法 瑪雅人是世界上大概 組織最完善的詐騙集團 騙大家世界會毀滅這樣 好那接下來呢不贊成 你做什麼事情 那都比喻你 一、一、字字 那麽 男人不要跟他吹一機吹 這樣 有一個廣告不是這樣講的嗎 貶义伴侶啦 也是啦 這對於你做的事情完全不能 你想談戀愛的時候 在那喜憨期的時候 你對他的一切 哇看的都覺得很偉大 現在你看他的一切都那樣 喔 這是你愛情社會學的讀書心得啊 你就寫這樣啊 蛤 你沒有把我們的故事寫進去啊 你就覺得貶抑他 嘲弄ridicule 攻擊控訴歸咎嘲嘲 鄙視品格謀殺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我不太確定知道這正確的意思是什麼 好 接下來防衛行為 通常你做錯的人 就是你被人家罵的人 撇清責任 那不是我啊 都誰他們想去嘛 那怎麽關我什麼事呢 對不對 我是嗚呼的啊 這個我們都會 沒人教全部人都會 厲害吧 我沒見過一個不會撇清責任的人 包括我自己 都撇清責任 哎呦哪是我教的不好啊 是學生不好上課嗎 就那三個人嘛 教育平均保險那麼差 你們不是也聽過嗎 對不對 好 藉口 藉口 老師我上禮拜沒教作業啊 為什麼沒教 感冒 感冒可以 我參加球賽 我是校隊 OK 我忘了 前幾個禮拜我聽到一個我忘了 我就天哪同學 教書那麽多年來 你是我第一個碰到那麽誠實的人 沒有人承受到這地步 我說同學你真的忘了 他說老師我真的忘了 那我這禮拜可以 我說可以 我感動得快流淚了這樣 真的忘了 別人還得想別的理由 你真的就是忘了 真的是偉大呀偉大呀 我真的教出一個聖人學生 從不撒謊 偉大 好 否認控訴 我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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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常見 哪有的意思 其實從語意學上分析 就是有 你要指出在哪裡 懂嗎 你只要指出在哪裡 他就心服口服了 所以哪有的人通常都是有 那時候哪有 哪裡露出線 你說 你說 我下次遮得更好 另外呢 Yes but 是啦 是啦 但是你知道 這也是找藉口 找理由 Defend itself 然後為自己辯護 Rational 我那樣子做 是為了你好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這樣 可理化 Justification 把自己做的事情 都講得正正有詞 我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好 那這些呢 都是常見的 你不只是愛情關係裡啦 你在法庭上 在很多日常生活裡面 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行為 所以這叫防衛行為 接下來又有退縮行為 防衛行為還積極的 讓對方 維護自己的權益 讓對方覺得不是我的錯 退縮行為呢 就已經放棄了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說我不好 你跟我分手 好吧 有一種比較內向性的是這樣 好 顯示出缺乏興趣 或不投入的行為 Withdraw 退縮 再也不打電話給你了 你覺得我是個爛人嗎 那好 我就是個爛人 可以吧 我就是個爛人 然後就表現是爛人的樣子 好 那是證實他的說法這樣 我罵你是為了鼓勵你 不是讓你意志消沉 我就是個爛人嗎 有人就開始玩這一套 另外這就是某種程度塞呆啊 你就要告訴他 其實你不是爛人啦 我是隨便說你的啦 你好得很 那也不早講 然後馬上就去台語吃冰淇淋這樣 唉 我也看過這種 我以前搞不好也做過這種 Stone wall 拒絕提供消息 就完全不理不睬 下面牆 你就撞牆了你知道嗎 你問他什麼都不講 你為什麼告訴我 那天那個女人是誰 你說啊 是你媽媽 你姐 反正怎麼都不說 說了就穿幫了 就不能說 你不能傻傻的 或者假裝說哪個女人呢 龍泉夜市全部女人呢 你看這就是 你看那個漢 漢豬直流了 你就知道 所以有些人選擇不講 不講至少不會錯 不講可以平行說 我沒騙你啊 我沒騙你啊 那你也沒說 對啊 我只是沒說 沒說好像比騙的責任小一點啊 啊 放棄 give up 這關係 不要維持太辛苦 不要 算了 離開現場 不見人間蒸發 無回應 跟那個拒絕提供 有的無回應呢 是那種 你打手機忽然間 您所播的號碼是空號 請查明後再播 有的是這樣 停止話題 轉換話題 這都一樣 通常是連起來的 然後規避 然後disengage 脫離 然後not tracking 找不到他 然後不參與 或忽略 這都是退縮行為 不正式地面對出現的問題 那這個有時候是一種防衛機制 就你現在不面對 並不表示永遠不面對 不在那個當下面對 有的時候是這樣 所以這些不是在 這幾種分類不是一個 在某一個時間點上分類 長期來看 他可能都會 都會有不同的反應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是控制行為 不顧他人 這顧打錯了 不顧他人自主性 或者宣稱權力 約束力或優越性 譬如說威脅對方 你不跟我說清楚 我們兩個就撤 這算威脅還是表達情緒 或是講實情 我看你怎麼判斷威脅 要是讓我發現你有個女人 我就讓你不得好死 這是標準的威脅 這就沒話講 要求 要求就是讓對方做你通常做不到的事情 命令也是一樣展現權力 引發愧疚 這招最厲害 引發愧疚通常都要數落 把舊杖翻出來 然後你要告他我從以前到現在 就對你有多好多好多好 結果碰到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家伙 你要把他數出來讓他知道 我從開始交往到現在 你如數家珍的把你對他做的好事全講出來 你希望能夠引發愧疚 通常都不太有用的啦 因為對你來講是好事 對他來講你就是無聊啦 或者對他來講就是此一時也比一時也 那時候是那時候 現在不一樣 你在講這個都沒有用 所以我跟你講有政策就有對策 另外呢脅迫 拿著美工刀 或者用什麼方式 敵意命令 有人把你反鎖在家裡面 反鎖在你的廁所裡面 這個都有過 聽過這樣的故事 那再接下來是在第93頁 運用自己的權威 我是大學教授我不知道嗎 我教愛情社會學 我難道不知道怎麼分手嗎 我想這個全世界要看我 就是看我將來怎麼樣 在感情上疊一大交這樣 這個他們就會很高興做出一篇文章 愛情社會學大師 譬如說搞外遇這樣 什麼之類的 我們老師只要翻了 就要再疊了一個跟斗 大家都笑 大家就等著我們疊跟斗 接下來專橫 domineering 滿不講理 干擾 不理會 載智 還有自以為了不起 臭屁啦 很多人談戀愛之後 還不顯得他那麼臭屁 然後談了戀愛以後 忽然間覺得他越看他 越臭屁這樣 那接下來呢 這研究跟這個親密關係上衝突 跟依附的焦慮有關 我們在前面講過 依附有三大類型 有另外一組 另外一組是講四大類型 但是三大類型用的人也不少 那他特別有一個類型叫安全型 一個類型叫ambivalent 是兩難型 那另外一個類型就是這個焦慮型 關係裡面 沒有ambivalent跟anxiety是同一型 再講四大 好 衣服焦慮型的人 比較容易覺知自己跟 那個第三個類型叫做逃避型 他是沒講 這就是兩個中間比較難 兩難很難取捨的 衣服類型高的人 比較容易覺知自己跟伴侶間的衝突 而且衝突比較容易升高 他不太有安全感 只要今天約好說要看電影 要吃飯 然後忽然間臨時有事 然後他就覺得 你是不是有別的更好的人 你怎麼忽然間會這樣 其實這有時候很簡單的事情 臨時會有事的事情 是常發生的事情 在現代生活裡面 那他就會覺得 他就往壞的地方想 有人就不會 有很安全感 說對不起老師 我跟您約幾點鐘 但是後來不行這樣 你說老師跟學生約 算了 親密關係裡面有人約 都會問了 那到底怎麼試 那你趕快去辦 你會用這種比較體諒的態度 不會用這種懷疑的態度 第二高度焦慮型的個人 比較容易把日常生活衝突 看作關係滿意度 或者親密性 或者未來關係 有負面影響 很多人就很怕吵架 認為吵架一定會傷害到 彼此的關係 那每次我演講 都會有人問我 有關情侶吵架的問題 我都會說 情侶吵架有的時候 是健康的 是溝通的一種方式 就像天氣會變一樣 但天氣要變 你只要有對策就行 有的對策就是 好我們不要在吵架的時候 來做溝通 吵架我們就冷靜 像立法院一樣 有吵架休息五分鐘 大家五分鐘就不要見面 你就往東邊走 他往西邊走 然後晚上吃飯的時候再說 或者明天早上再說 睡覺醒來世界是不太一樣的 只要不要是12月22號 那可能就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是那種 但是滿意度焦慮型的人 就會特別把每一次吵架 都當作一次很嚴重的危機 有些事情本來沒那麼嚴重的 被他一想成那麼嚴重 然後你在一反應 嚴重上就變成 真的就變得很嚴重 這個叫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應驗的預言 那不是因為那事情必然發生 是因為你就朝著那方向去做 朝著那方向去想 結果就造成了那樣子的結果 有些人就有類似 飛蛾撲火這種智慧傾向 你從來就不喜歡我對不對 我就知道 沒有啊 我真的今天臨時有事 我知道啊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 那我們撤嘛 你自己就把事情搞得很大 其實完全沒什麼事 好那有人就會這樣 把這個關係都搞垮 這樣 覺得自己不值得 對日常生活的支持 特別具有正面的影響 很喜歡他對方 要常常鼓勵他講好聽的話 但你講得好聽的話 他有時候覺得 你是不是隱瞞了什麼 每天這樣誇獎我啊 你是不是做了什麼 對不起我的事情 有人非常難討好就是這樣啊 第三高度交易型個人 比較容易苦惱 而且通常會身高衝突 所以你要跟這樣類型的人來往 很辛苦 你們要是兩個這樣的人 大概絕對不會持久 那這種人碰到安全型的人 那就是安全型的人 稍微辛苦一點點 其實還好 那親密關係 衝突跟性別歧視 這個我們在以前 也已經介紹過 有人提出來 有善意的性別歧視 跟惡意的性別歧視 那這個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請看一下 那因為伴侶雙方互相的依賴 會降低親密關係中 對女性的控制 很多男生在從小成長的過程 現在可能好一點 在我那個時代 你從小就告訴你 男生要強 男生要擔起一切責任 男生要養家 男生要照顧女生的一輩子 所以什麼事情 女人有智慧的餘地嗎 你能夠說什麼 不行 我們男人決定一切 你們女人 你哪懂啊你 再更早一點 女人教育更幾乎沒有的時候 那女人家連世面都沒見過 所有事情 當然男人替你決定一切 所以在我那個 我的長輩跟我的中間時代 一九六幾年的電影 五幾年吧 叫Casablanca Casablanca 那個兩個人的感情 最後是由那個男人決定 在我們那時代看的電影 覺得哇 褲刀不行啊 當男人就得這樣 你自己心愛的女人 你決定她的命運 至於她要怎麼樣 那不重要 我們男人決定了 這是我們男人的世界 所以那時候 1960年70年的電影 基本上都還是男人來決定 感情的走向的那種 那種意識形態 我們自己看電影 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女生看電影覺得 對你是個男人 你就負起責任 所以在那種氛圍之下 你當然覺得做男人 當然就一切責任 我幹嘛跟你商量呢 那我提倡的 你平等對待共同奮鬥 這種觀念 在當時絕對被笑掉大雅 哪有這種事 男女就是不平等的 所以這裡呢 他說你互相依賴多了 你就知道女人有女人 大家變成家事分工 不是誰比較聰明的問題 也不是誰比較能幹的問題 有時候就是誰 哪些事情做的 比較好的問題 但是呢 如果你願意花心思 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 我自己在結婚過程 那時候在美國念書 太太在做事 我們在念書 我後來就很會煮菜啊 在那段時間 我太太就是在上班 然後我們在家裡 然後就後來就煮菜 然後煮的也蠻好的 回台灣以後不用煮菜 就沒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你要做 跟不要做的問題 要做絕對做得到 各位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或者你們都是煮飯燒菜 絕對沒有念書困難 好吃跟不好吃而已 這是這是實話 這我不能不說 就是你要店裡去也有不好吃的 敢開店也不表示都好吃啊 有人就做太鹹啊 有人就做太甜啊 有人反正就是對不對 美人口味又不一樣 絕對難不倒 所以我以前在提倡宿舍的時候 提倡單性宿舍 或者說不分性別宿舍 現在都要叫性別友善 我又不太喜歡這種 有點假猩猩的名詞 就是宿舍啊 我就提倡所有宿舍都應該有廚房 因為會煮菜會弄自己吃的這一點 我覺得是人不是男人或女人 是人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訓練 你現在都沒有教你 通識課程沒教你做飯了 沒教你怎麼樣慎選食材 沒教吃什麼樣東西對你身體好 沒有啊 所以你們現在都怎麼吃呢 你們現在就是別人怎麼吃 你怎麼吃啊 我跟很多同學吃飯 吃完飯以後 他們的第一件事情 就去買飲料啊 買一大杯飲料500CC 就是他們今天下午可能的大部分的那個 那有的小學生呢更誇張 我有時候回家早一點 以前經過某個地方小學生放學 小學生買什麼呢 炸雞排跟一個那個叫什麼 泡沫紅茶 就是他的晚餐到安全班去吃 這怎麼會健康呢 怎麼營養呢 你吃一餐可以啊一個禮拜 天天吃 小朋友怎麼可能呢 我那天到那個某個學校去演講高中 八點鐘一堆學生 關著燈在教室睡覺 我說他們不回家 他們等一下醒來還要做晚自習 那他們在學校待幾個小時啊 十三個小時 你認為台灣只有上班的人overwork嗎 過勞嗎 學生也過勞啊 你就聽到聯合國裡面 這基本上不合人權的啊 不合受教權的 這沒有人提啊 你們大概也是那種 帶兩個便當的那種世代的人 以前我幾十年前主要就聽某一個國中 不要講別的 在大安司令公園旁邊有一個國中 跟火腿有點關係那個國中 幹講可以嗎 火腿國中呢 他就每天要帶兩個便當 還有晚自習還有兩個媽媽巡邏的 要照顧 我就說不可思議啊 不可思議啊 然後不喜歡這種教育的媽媽 只好自學那又很辛苦 所以我們的教育怎麼時候變成這樣 大家在學校待十三個小時 你要我待三個小時 我都覺得很累了 十三個小時這是如何做到 真的是不得了 你們這時代我不知道會 你們這時代這樣子生活的話 培養出什麼樣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好啦那第二個部分呢 善意的性別歧視降低了女性在關係中被威脅的程度 並且造成對女性人際關係角色的尊重 可是呢也會限縮女性在關係以外的影響 很多男人覺得她對你好 她只對你好 她不准你去外面 因為她你是她的禁鑾 你是她的財產 這叫善意的 她不會尊重你是個獨立的個體 她愛護你 她體貼你 但是你要聽她的 以前的電影叫做 什麼 枕邊的敵人還叫什麼來的那種電影 朱利亞羅伯茲剛出道不久演的電影 就是這樣 你只要不違反她 她愛你愛得要死啊 你要什麼滿意你什麼 你就是不能夠不受她的控制 她沒辦法跟女人建立一個平等的關係 那女人就像她的寵物 然後就像有些人一樣寵物也是一樣 寵物不乖她就打 你乖了她給你很好吃的東西 你不乖她就打 她永遠有鏈子在那裡 這心態也是不平等的 那第三個部分 如果女性支持善意的性別主義 而其伴侶不支持 女性會比較不開放 行為敵意較強 認為彼此溝通是不順暢的 那很多男生對於女性主義的女生 非常的不滿意 那有些女性主義呢 就會對男生不滿意 這都是兩個很大的衝突 有人認為有一個女生曾經跟我問過 台大的女生大四的時候 潘老師你可不可以誠實的告訴我 我之所以交不到男朋友 是不是因為我是 他們認為我有女性主義想法 我說我不知道你教過什麼樣的男生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些人真的是因為 你有女性主義想法 就不跟你在一起 這是你的福氣 因為你不用裝 不然的話一個不喜歡女性主義的人 跟你在一起 請問你要犧牲到你自己 還是你要改變他 因為這紙在這邊會飄 在這邊不會飄很奇怪 你自己考慮 那老師你不是認為男生有可以教育 男生不是生存 我說對啊 但是他基本上他要有一個主動的願望 他願意被改變 他覺得改變是好的 如果他不行他只是想改變你啊 很多人對女性主義特別男生 覺得女性主義就是女人自己找麻煩嘛 幹嘛呢 你們這些都是lesbian嗎 有一次呢有一個單位請我去演講 我說對不起啊那天我有事情 你們要講的是跟性別有關 那我請一個 我可以推薦你一個性別的老師 你可以請他去講 他說老師對不起啊 我們不喜歡女性主義的來我們這邊演講 那我想說那你怎麼知道我是什麼主義 你以為我男生我就不能是女性主義者嗎 尊重人權就是了嘛 尊重每個人都該有的權利嘛 我從來不稱為我是什麼主義者 我覺得大家是人就應該一樣的被尊重 也應該一樣尊重別人 基本立場就是這 好所以這是你自己這個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同學學女性主義 確實有時候有這個壓力 還是有 男同學有些人還是不喜歡 女同學太過有強的意識 這就是你還不太能接受 平等對待這一點 你當然就不會跟他共同奮鬥 但是你如果當成那個是你喜歡的人 你願意為他犧牲他也願意為你犧牲 大家拋開什麼主義不主義的這樣 民國初年有說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我覺得可以放在這個場合來說 不要想著女性主角一定怎麼樣 或一定不怎麼樣 在現實生活中彼此互相尊重 能夠接納對方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訓練 或一個素養民主素養 好那接下來呢 愛情中偏差的研究案例 因為你們現在被指定 要讀伊東明那本書 如果你們的讀書心得 都是真的心得 那我真的很高興 因為很多人都從讀這本書 學到非常的多 包括自己的愛情的行為 跟自己認識人的愛情行為 都跟書中的某些描述很接近這樣 有一個很早就研究愛情上癮的人 有人認為愛情怎麼可能上癮 那有人認為從毒品的研究發現 愛情的某些行為跟毒 跟吸毒的行為是一樣的 或類似的 我們下一堂課再說吧 那愛情怎麼樣跟這個毒癮 像這樣的上癮的問題 這個是這個叫p body的人研究的 他發現這些癮呢 基本上呢在市場生活裡面 是透過情歌或者這個 對愛情的迷思展現 情歌或者愛情電影 情歌呢有的時候啊 你沒有談戀愛的時候 或你沒有失戀的時候 那就是一首歌 哪一天呢你談了戀愛 WOW 情歌就寫出你的心聲 哪一天你失戀了 天哪那不就唱的就是你的故事嗎 你就會不斷的聽 不斷的聽不斷的聽這樣 我有一次失戀的時候 聽了一首歌 大概一天就聽了五十遍 都不會膩這樣 都不會膩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在講我的故事啊 所以現在有些人 對歌那麼迷戀 我完全可以理解啊 我平常不太聽什麼歌的人 你覺得這有什麼好聽的 那都是隨便寫的這樣 那時候發現 哇每一句每一句 就打中你的心這樣 所以這些情歌的人 真的是蠻厲害的 真的是蠻厲害的 好第二個是角色的建構啦 那通常是對女性啦 通常女性都要很深情啦 男人都要很瀟灑啦 那深情才能夠 框住你的愛情 所以女人就會花很多時間 在自己的戀情上面鋪陳期待 甚至來了時候 哇就做得像電影一樣 我認識最誇張的人 知道最誇張的故事應該這樣講 就是她一直對浪漫電影有憧憬 所以後來終於談戀愛 她就去買了蠟燭台 蠟燭跟竹台 然後呢她只要出去吃飯 就帶著竹台跟蠟燭 不管人家是點電燈的還是點蠟燭的 然後到了那個餐廳裡面 她就點了她的蠟燭 你可以幻想那個畫面嗎 在什麼女酒宿舍譬如說 就一個人戴著蠟燭 我說那你男朋友怎麼想 她說男朋友剛開始覺得很尷尬 覺得不想認識我這樣 覺得不想這個我不認識這樣 後來她想想也好 反正就這樣這樣 所以她就點了蠟燭這樣 所以那個我後來認識她 她的桌上全部是竹台跟蠟燭 她對蠟燭跟竹台非常有研究 那種蠻浪漫的 不是那種死人的蠟燭 OK 那個是沒有創意的 所以我對蠟燭的重新認識 另外當然有不良角色的模仿 電影裡面常常很多誇張的人 都不是正常人 都不是主角 主角都不是所謂的正常人 有關校園電影 沒有一部電影講好學生的功課的問題 那好學生都一定要談戀愛 你看就算那些年是校園電影 他們在校園幹嘛 也沒在念書啊 對不對 要不然就談戀愛幹嘛對不對 然後什麼職場的電影 都在談戀愛啊 哪有職場真的叫你認真工作沒有啊 你去看什麼大人歌那些 好像也沒有認真在工作 認真工作就是一個小時的電影裡面 你看會不會有五分鐘啊 所以我常常覺得這些電影 到底給人家什麼教訓啊 校園愛情電影 就是在校園談戀愛 跟校園沒什麼關係 校園只是戒警用啊 好那愛情上演 有什麼正後群的分類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其實有些情歌都寫得很好啊 坦白說像黃書俊那首 愛情正後群 我到現在為止覺得這字數很多 而且描寫得非常好啊 以前我還記得的時候 好看這個 第一個愛情上演 就是你自卑跟無能力愛自己 你就靠著愛別人 證明自己的存在 讓別人對你回饋的愛 你覺得自己才存在 人家愛你所以你在 人家萬一不愛你 你就覺得自己生命沒有價值 毀了也無所謂 王菲那首歌最代表這種心情 那首歌的其中一句叫 我願意為你拋棄我生命 然後這歌蠻灰色的其實 然後王菲又唱起來那個樣子 哇那已經灰色到極點 對某些人來講 可能在某個時間點上 有一個很奇特的效應 另外呢就是你太相信一見鍾情 我在上課的前面講過 一見鍾情不是沒有發生 有非常的罕見 根據很少量的研究 因為很少人研究這個 很少人研究愛 一見鍾情愛情大概大概大概 只發生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間 很少的五分之一 五對戀人鍾情才有一對 可能是可能是一見鍾情 大部分人都是二見鍾情 或甚至很多見鍾情 那因為電影裡面 對這種故事呢誇大太多 不會五部電影 只有一部愛一見鍾情 五部電影大概四部電影 都是一見鍾情 你就會錯誤的學到說 哎呦那樣才是戀愛嘛 那我們這種怎麼算是戀愛呢 那愛情就應該那麼火熱嘛 我們這種怎麼叫做戀愛呢 那比起來跟電影裡面比起來 那我們基本上沒有戀愛 能到電影那麼的誇張 不管是幸福的誇張或悲哀的誇張 那個都離現實生活非常的遠 過度的幻想 希望你的anada是白馬王子 第一個白馬要出現很難 在台灣除非你在厚里馬場 你看有幾匹白的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王子要出現在台灣 更難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頂多國會議員會出現對不對 怎麼說王子出現 你在歐洲王室那就可能有王子出現 所以我們常常要把那些什麼名門啊 權貴人士後面叫做王子 什麼王子復仇記 這都是很奇怪的那種封建的想法 過度幻想 幻想大老闆會出現 會開著他的Benz車不小心撞到你 你騎著台北的微笑單車 碰被撞到 幹嘛從F4開始對不對 酸菜到什麼都是這樣 你們叫酸菜嘛 我們叫酸菜嘛對不對 我們老人家發音不標準嘛 另外呢也因為電影的結果 電影只有兩個半小時 得演出那樣的結果 以前電影還不到兩個半小時 現在反正有DVD有什麼的 所以就盡量演長一點 我覺得很多電影畫面真的是沒有必要 所以簡介是有其必要性 以前電影大概就一個半鐘頭 這個也是符合老人家上廁所的時間 看完一個半鐘頭差不多該上廁所了 現在兩個半鐘頭很討厭 老人家什麼時候要上廁所 你中間上了回來 走錯廳了嗎 怎麼結局是這樣 喜歡戲劇效果跟刺激 戲劇效果跟刺激很少 但是 有些人就會照著做 譬如有些電影呢就會告訴你 要到哪裡去放天燈啊 平溪 所以呢你就到平溪去放天燈 有些電影告訴你 要到哪裡去放煙火啊 海邊 所以呢你就買了一堆煙火到海邊去放 然後叫你的朋友先安排好 然後他把那女的帶來 然後就砰砰砰放煙火這樣 好那既然是這樣有人看我電視呢 看這個開放式課程寫信給我 我剛才以為他是學生 後來發現他不是學生 還在我粉絲頁上留言 那他既然留言我就把他故事講出來 對不對我不要講名字 因為他寫信給我 他沒有寫在粉絲頁上 後來我看這個人名字 我以為是學生 後來發現不是 他就寫信問我 說老師我看了你的那個收穫很多 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他的問題是這樣 他有一個從小青梅竹馬 這個人是男的 從小青梅竹馬長大的一個女朋友 我當然不記得全部的故事了 大體上是這樣 他說呢他一直很喜歡這個女孩子 也曾經跟他表白過兩次 這女孩子都跟他說 你是我終生最好的朋友 我們不可能談戀愛 但你是我終生最好的朋友 他甚至呢這女孩子跟他現在的男友 還是所謂歷任男友 Anyway都說 我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會跟我這個終生 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你不能阻止我 然後這個男的呢 就表白兩次之外呢 他說老師我什麼都做過 我連送花也做過 放煙火也做過 天燈好像沒有 天燈是我自己想的 我想你天燈還沒做呢 他說為什麼他還不喜歡我 我都想說天啊 還好你不是上我課的人 答案不就在你寫的給我的信裡面嗎 你不是已經跟他 表白過兩次了嗎 他不是跟你說他跟你做終生最好的朋友嗎 不要跟你做男朋友啊 男女朋友你都沒聽到嗎 你都還寫出來呢 那你問我我怎麼知道我不認識的女的 可是你寫出來人家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你 他只想跟你做終生的好朋友 不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那你還希望能夠做什麼嗎 那你們這樣還是好朋友嗎 連你好朋友的心意你都不知道 或者人家都寫的那麼白的你還看不出來 那你還夠格稱讚好朋友嗎 你就是一心想追他 然後他不答應你嗎 就這麼簡單嗎 那你是這樣關係 沒有嘛 人家對你很大方啊 人家也說得很清楚啊 你就是他終生的好不好 從小他就喜歡你 但他沒有要那個 不過當然我跟後來有機會 跟人家討論這個故事 有人就說 哎呀這電影有演過嗎 到時候他就這個男的就放棄了 就跟別的女生交往 然後這女的就回頭看 哎呦 他發現他真的愛他 然後就是故事不一樣 我說那是電影 OK 我們不應該鼓勵他認識那個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哎呦大人哥跟陳佑青啊 你別被這個故事給騙了這樣 我說大人哥跟陳佑青最後在一起了 但是陳柏林跟林一誠並沒有在一起 懂嗎 不要把電視上電影上的事情 當成會在你生活上複製的 就算有那機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你最好不要想要複製在你身上 連陳柏林這個陳佑青條件 基本上那麼好的人都不太會複製 那你想那就是想戲嘛 OK 給你一個希望 不要以為就會是那樣 你可能開創出來故事 會比這個還有意思 你不要拿人家的榜樣 你就當成唯一會把這個事情 所以這也是 這個受到這個戲劇效果的影響跟刺激 買花 你真的喜歡花 OK 你如果不喜歡花 對花會過敏 買花是不 我每次人家要送我花我都拒絕 我還不知道怎麼說 我就說我對花過敏 其實我真的不是 但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法 人家馬上就不買花送你 但你要說什麼呢 我不喜歡花 這對花不太好意思 又花錢 這更不好意思 好 以前有幹嘛參加什麼會 就要別一個花 我說我不喜歡別花 我就像被惹煩了 為什麼 你不喜歡別還要講理由嗎 就你要理由 我給你一個理由 OK 就是老師對花會過敏 其實你們都知道 不會 OK 那你們知道不會 只是不喜歡別而已 那為什麼不喜歡別 我也不知道 過度的恐懼啦 或者說哎呦 電視上的人都那麼美 都可能有愛情 我長這樣怎麼可能呢 我的愛不值得吧 那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吧 這個過度的恐懼 異常的嫉妒 這個也是 有些人呢 覺得要有嫉妒才有愛情 我從以前就聽過江湖謠言是這樣 他說啊 你要維繫你的感情啊 就三不五十 要讓你的女朋友 嫉妒你一下 你就要跟某個女同學講話 特別親密這樣 都想幹嘛呢 這個萬一搞不成了 就惹火上身啊 自己都處理不了 何必呢 可是有人會這樣建議 有些女生呢 也會這樣建議自己的女 自己的女性朋友 說你男朋友不重視你 沒關係 你只要找一個男生 多跟他講話 多跟他一起上圖書館 我保證你男朋友就回來了這樣 像這種建議啊 我覺得這 我個人都非常不欣賞這樣 我非常不欣賞用這種 以退為進啊的辦法 因為你這樣傷到另外一個人 你傷到那個配角 你知道嗎 我看電影的時候 有時候對配角覺得不值 拿的錢又少 然後又要被演成那種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拿錢很多那就算了對不對 補償你一下 拿的錢又少 然後又要演那種 讓人家很討厭的角色 或者讓人家死亂中氣的角色 男女配角我都覺得 為什麼電影一定要 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誰到時候看最佳男配角 男主角男女配角是誰 大家都把他等著看 最後男主角是誰 女主角是誰啊 對不對 我覺得 如果你把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在第一場就頒頒完了 那電視就沒收視率了 所以一定要搞到最後 所以我想我發 我應該放棄我這一生的電影夢 因為我大概已經不可能 作為最佳男主角 我要最佳男配角就不必了 不過南方小融幕場 那兩個歐機上都演得超級好這樣 超級出現 其中那個林慶台出現的時候 全部人大笑這樣 因為那個角色真的把他安排得滿好的這樣 我有一次還跟林慶台合照這樣 我都覺得我應該比他老這樣 他真的很酷這樣 我要長那樣我就不教書了 我就傳道去了 情緒功能有問題 有些人哭啊笑啊都不中結 都不該的時候就會這樣 笑笑得太誇張 或者在不適當場合笑 不適當場合哭 那這個呢都是情緒功能障礙 那這個可能要去看醫生 那大部分人不會啦 大部分人只是呢 我最不爽的就是 你們聽到笑話都不會笑 我覺得哏都在那兒 你們還不笑 你們是怎樣你們 然後有時候說你們都不笑喔 然後選擇 給予那種同情的一分這樣 很糟糕的 這是同情的分數你知道嗎 非常同情這樣 到時候你們看你們的成績 也是同情的分數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是我的報復啊 還有接受不誠實 這是最大的問題 很多人就會 就有些錯誤的期待 說他現在欺騙我 可是他會不會以後 就不欺騙我了 他已經騙你了 你還覺得說他以後不會騙你 他現在正在騙你呢 ING呢 你覺得他不會 他有他的苦衷 他在騙我純粹是因為 他是臥底探員 你看戲看太多了 然後很多人就會這樣子 那個他現在劈腿 以後應該不會了吧 以後會不會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呢 竟然願意接受這樣的不誠實 甚至有人會替他隱瞞 你昨天在農泉市場看到那個女人 是他表姐啦 他表姐要訂婚了 所以要買一個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自己心中躺起來講這個謊言 有的人只是為了面子啦 有的人就是希望他喜歡的對象 不要被人看不起 很奇怪的一個心理 所以以前有一個人問我說 特別打電話來問我 孫老師 我在農圈市場啊 看到我認識的一個人 帶著一個另外一個女人 在農圈市場逛夜市 請問我該不該打電話 告訴那個男的的太太 我說你不是已經做了決定了嗎 他說啊 我說你已經做了決定了啊 你問我幹什麼 他說我做什麼決定 我說你決定打電話給我 可是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該不該打電話給那個太太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你該打電話給那個太太 我就接不到電話啦 懂我意思嗎 他就直接拿起來電話說 欸你老公跟別人的女人在一起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 然後說我傳過去啦 就馬上就傳過去了嗎 有證據嗎 你幹嘛還問我呢 他說老師你什麼意思 我說不是我什麼意思啊 你什麼意思啊 我就開始還跟他玩這種禪宗的這種遊戲 你知道公案啊 這我真的生在民國可惜了 我生在唐朝的時候 這你們現在上課都得念啊 拿來參這個公案啊 這很簡單的問題嘛 我最後還得說破 我說同學 你如果要打電話給誰早打了 你沒有打電話給他 打電話給我就是你的決定 而且你也沒打電話給別人 你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還問我你該怎麼辦 其實你已經辦了 就是你打電話給我 他說老師所以我想知道該怎麼辦 我說你已經辦了 你知道嗎 忽然間就在那邊這樣繞 他說老師那你會怎麼辦 我說我會當作沒看到 他說老師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不知道我看到什麼 你怎麼知道他跟一個女人在一起 就是怎麼樣 你看到牽手了嗎 你看到接吻了嗎 你看到什麼了嗎 你就看他跟一個女人在一起 而且你看到的我也不知道 師大夜市 我告訴你一個真實故事 我是不是上次講過 這多年前 這個我還有一點瘋狂的時候 事業上也有點瘋狂的時候 台北北美館請我去演講 我跟美術有什麼關係 你看我長這樣 我跟美術有什麼關係 除非要講醜的歷史 我可以上去講一下 對不對 或肥的歷史我一定可以講得很好 這樣 結果北美館請我去演講 然後我就很早就到 我還帶導覽你知道嗎 演講完那個館員 對我很有興趣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孫老師你下次可不可以來帶導覽 反正我就不記得在演講前 還是在導覽前 我就去得早了 我就在那邊參觀 因為我走旁邊的門進去 他帶我去我不用花錢 其實北美館也沒多少錢 我就在那邊看畫展 就碰到一個同事 這同事就說 你也來看畫展啊 我說不是我是來演講的 我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我就來看畫展 然後我說那你小孩啊 他說對好可愛這樣 我說好可愛兩個女兒很可愛 後來有一個變成電影明星 非常有名的電影明星 那因為要播出去說不好講是誰 好了這事情就過去了我就演講了 反正演講完了人家就沒再請我了 所以就演講不講也罷這樣 好了那有一天我們就在戲裡面碰到了 我跟這個老師 我就說 哎呀那天我們在北美館碰到 你女兒很可愛啊 他說哎呀謝謝謝謝 你兒子也很可愛啊 老師沒小孩 先告訴你這點 那我就愣在那 全部老師愣在那 哦被抓包了這人 我說我沒小孩啊 他說那天你兒子在你旁邊啊 你旁邊不是站一個小孩嗎 一千塊那個小孩嗎 我說沒有小孩啊 其他老師就說哈哈哈哈就走了這樣 哎你們回來啊 我故事沒講我沒小孩我真沒小孩 這不就是一個小孩在我旁邊嗎 不管是他看軸臉 或真的有個小孩在我旁邊 那小孩沒叫我爸爸呀 你怎麼就說我又那你小孩長不 你了解嗎 哎這好像我太太聽到 我得解釋多久啊 哈 所以在旁邊就是跟你有什麼關係嗎 尤其在那種公共場所 所以我說我不打電話就這個原因 我就告訴他這個故事 我說我有切身之痛 我有切身之痛 那真的是沒有的關係 那個老師可能到現在都不相信我沒有小孩 那好啦我乾脆哪一天就把一個炸彈炸給他說 這是我兒子的結婚喜帖 哈哈哈哈 在美國結婚你要送禮啊這樣 哎呀好可怕 懂嗎不要以為人家站在一起 就是什麼 設定的時候有時候你一照 然後這兩個人站在一塊 那是剛好巧合站在一塊 那你就認為有關係嗎 我跟我太太是大學同學 大學的時候沒有來往 所以後來來往就要找照片找不到 快終於終於千辛萬苦 在一個畢業旅行的照片上找到 他站在這一群人的這邊 我站在這一群人的這邊 然後我們就兩個 你看我們兩個注定要做站在一塊 這就站在一塊 你知道我有幾個這種 我覺得真的不能當理由的這種理由 所以你說兩人走在一起 你就認為是怎樣嗎 同學老師不知道是命運多喘還是幹嘛 那就是有機會碰到這種奇奇怪怪的事情 讓我知道喔原來人生 有時候真的是可能被那樣的誤會 好另外呢受被信譽支配 這些人是有性上癮症 有些好萊塢的電影明星 也公開的承認自己有這方面的問題 那這都需要治療的 那個另外傷害其他人 這也是疫情上癮症 另外呢還有人分布去需要跟慾望 一般來講需要跟慾望的區別 其中一種需要呢是生理上的 慾望呢是社會文化加給你 你覺得你是男人 就要有人喜歡你 有人願意跟你上床 才證明你是個男人 這就是你的慾望 並不是你真的需要他 好並不是你真的需要他 所以性上癮症的人 會對於性的要求 跟任何人沒有關係 就是他覺得他應該有人上床 那那個人是誰不重要 所以你想他們在好萊塢 有那麼多的電影明星 也有那麼多那個財富 他竟然還有性上癮症 這是我們大部分人覺得 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是好萊塢明星 明星都會告訴你 哎呦拍吻戲你覺得很能嗎 開拍床戲你覺得嗎 一群人在旁邊看著 還拿著攝影機攝影你 你拍得出來嗎 他們顯然都可以 有過人之處 第四 接下來還有愛上得不到的人 上次好像有一個問題 他也是這樣開始 老師我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 還是愛上一個得不到的人 什麼叫做不該愛的人 什麼叫得不到的人 這其實他自己都有標準 前 是今年暑假有一個中部 有一個大專院校 有一個女學生畢業了 畢業的時候搬家被發現 被刺死在宿舍裡 當時還沒破案的時候 懷疑是怎麼死的 然後就查他的這個Facebook 還是查E-mail 發現他有一個不能公開的戀情 這個戀情呢 就是他跟他們的院長談了戀愛 大學畢業生跟他們的院的院長談戀愛 那後來有些人就以為是院長做的事情 就發現院長沒有 不是殺的不是院長殺的 是住在同一樓的人殺的 那院長呢跟他的戀情就因為這樣曝了光 他就在寫說 寫得非常含蓄說 他談了一場不該談的戀愛 那像這個也是 那你為什麼跟他談戀愛呢 我教書前十年有寫愛情事件部 有一個同學說他有大書控 大書通常有羅利控 這你大概知道 那你上網多少會學到的 那大書控這件事情說他喜歡年紀大的人 我剛開始還不相信 他裡面就羅列出來 他包括紀念品他喜歡的那個大書 那照片生活照 跟他們兩個做的事情 他喜歡大書他是大學生 那個大書是社會上的人士 而且還不是本國人 所以這個世界真的有時候 我現在不叫你們寫愛情事件部 真的我絕大損失啊 以後也許哪天我這個東西多了 這個地方空了 我就叫你再寫愛情事件部 我再來回顧一下 你們現在愛情 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另外當然有病或者有症狀 這個他從醫學上來看 就有復原的建議 復原的建議通常 你如果透過諮商管道 或什麼叫你勇敢的面對自己的缺點 看到自己的缺點 這不是什麼壞事 了解自己 我們都不是完美的人 了解自己有哪些陰暗面 盡量在那一面不要出來 不要影響到別人 這是一個學習自我控制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另外呢 內外改變 你可以透過一些心性修養 或者宗教 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以做一些改變 你當然外在改變 你可以透過簡單的穿著 複雜一點的整形 這都是可以做的 當然整形我們是絕對不建議的了 尋求協助 有時候你不是你自己幫不了自己 然後你會可能會在分手以後 陷入無盡的悲哀跟悲傷 那個悲傷不是你自己可以解決的 也不是靠著朋友三言兩語可以解決的 有的時候這時候你在生活上都已經亂了套了 你就得去找專業的輔導人員 我自己在以前 有人說老師你失戀那麼多次 有時候失戀是自己失戀 跟別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沒有最傷痛的一次 我說每次都麻傷痛 這能比嗎 這完全不可共量的 我喜歡吃橘子 也喜歡吃蘋果 也喜歡吃鳳梨 這不能共量的 你怎麼會說哪一次比哪一次傷心 比哪一次難過呢 那也有學生就問說老師 師母是不是你這聲最愛的人 你想這話一聽就知道師母派來臥底了 這答案對不對 眼睛都不砸說當然就是了 Honey我今天晚上回家吃飯OK 你問這答案能得到答案嗎 逼人說謊嗎有些人 有些人是真的那你怎麼相信呢 好超越童年的創傷 有些創傷我們從依戀理論或依附理論來看 有些創傷從你從小的時候 你沒有察覺你就受了傷害 你就開始對人不可能產生情感上的親密 那這個你假如不去面對的話 不去超越的話 那就是你一輩子的陰影啊 那這個不去面對不可能解決的啊 所以有些以前有說冰山美人 有些冰山美人就小的時候可能受了不好的影響啊 所以他沒辦法跟人建立這樣的關係 有些男生從小可能被一些叔叔什麼哥哥欺負啊 然後可能造成他心中說不出來的這種創傷 那這個在美國現在有這個家庭暴力的概念跟研究以後發現很多啊 美國特別是宗教人士 對於男性小孩的侵害這點 在美國在澳洲都發現那些人有些人不是所有人 有些這個天主教的神職人員長期的侵害小孩男童特別是 那這個後來原來天主教教宗都不願意承認這個事情啊 這幾年這事情鬧得很大啊 那這個台灣沒有這方面的消息 沒有這方面的任何訊息啊 那這也是不知道是因為不知道還是因為真的沒有啊 像這種都是童年創傷 都是最親近的人家長之外啊 就是其他社會上的親戚或是什麼樣啊 這個故事真的是有時候很難出口 但現在呢變成在社工啦 在心理輔導界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項目 接下來是加強自尊讓自己知道自己是有價值的 這點真的很不容易 在前十年左右的電影叫《心靈捕手》 《心靈捕手》那電影呢有一幕 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你覺得那個沒有什麼啊 你有這方面經驗或者有那個很不感人的 那個老師就跟著那個那個角色啊 麥克戴蒙那個角色說這不是你的錯 講了三次啊非常感人的講了三次這樣 真的真的不是他的錯 但是很多小孩子從小不知道 常常會覺得大人的問題是小孩子造成的 有些小孩覺得我就是因為長得不可愛 我就是因為功課不好 所以我爸媽感情會不好 我就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不乖的小孩 所以我爸媽不會在一起 那你把這個想法根深蒂固的烙印在你心裡以後 你長大不察覺的時候你就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太有用的人 那這是一個很糟糕很糟糕的感覺 那接下來包括靈性與復原 那這個就要參加一些活動 或者經過一些這個治療的程序 讓你慢慢的認知到這個問題 然後讓你能走出這個 然後必要時要結束關係 有一個有時候有一些結束關係的儀式 讓你知道你要有些過去是你埋葬過去的 那有些過去呢 你只要把它處理好就好 有些是絕對不可能過去的 像我上禮拜有說 第一個你對於如果分手的話 你對於愛情的記憶是絕對不可能磨滅的 不要嘗試去磨滅這樣的事情 不要嘗試去忘記 很多人就是要嘗試忘記 所以讓自己很痛苦 因為不可能忘記 好 不可能忘記 第二個痛苦就是嘗試不難過 怎麼可能不難過 你又要嘗試不難過 然後自己越難過 然後自己就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東西 問說難道不能夠不哭嗎 那你失戀的時候不哭 你什麼時候哭啊 失戀的時候就是哭的最好的時候啊 這是一個痛哭的季節OK 你什麼時候哭啊 就這時候哭嘛 幹嘛等風插塵爆來 說我眼睛掉眼淚了 那邊你就哭嘛 就痛哭嘛 看看一公升眼淚抽集以後 會發生什麼變化嗎 沒有的話你就告訴寫信 告訴日本的那個作者說你亂講 我們在台灣沒發生這個變化 好 那伊東明的分類各位都看了 所以我就講的很少 他認為有供依存 供依存基本上就是以他人對你的需要 當成是你生存的唯一的或最重要的目的 你完全失去自我 這個通常在媽媽身上最容易見到 媽媽就覺得小孩好她就好 那這個很多當媽媽的人就失去自我 很多媽媽在小孩三年級以後 離開了這個家庭 媽媽就忽然間非常的失落 不知道自己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那你們到了這個外地來念書 那家裡的媽媽至少已經經過三年級 大概都比較容易適應 反正有些人很難適應的 很難適應的 有些媽媽最誇張說 那你到台北念書 那媽在台北也租個房子好了 媽跟你一起上課這樣 好 供依存有逃避幸福型的 在我們一般人來看 這個幸福她應該是追求的 結果沒想到她避之唯恐不及 條件那麼好的人帥哥美女 有那麼多人喜歡她 她竟然不敢進入情感關係 讓大家非常的困惑 或者進入情感關係 一下子愛了好多個 沒辦法給任何人承諾 我就親眼見到 哇 那男生眼睫毛多長啊 那個眼睫毛很長那男生我還記得 哇 那女朋友多少啊 真是 性上癮症這個剛剛有講 浪漫上癮症也是 一定要把生活搞到那種 像電影一樣甚至誇張的地步 各位不要忘了電影是電影 懂嗎 電影只是一個夢 如果電影都跟真實一樣 那拍電影幹什麼 這叫紀錄片 紀錄片都不太可能跟電影一樣 那有人比較愛情的 光明面跟黑暗面 那終於到了這裡 光明面就是我們一般知道的愛情 95頁 有讓人獲益良多啦 那黑暗面就是讓人無法喘息啦 所以這時候愛情會造成的現象 那有人信心質足 有人太過有信心 就自以為是上帝 可以決定一切 那有人性格不凡 有人會太過雅稀疲 這什麼意思 我不太確定知道 對我有強烈的興趣 跟基督心跟戰友欲很強 然後你認為光明面是帥直有趣 他可能就不負責任 然後意志堅定堅持不懈 他可能就是控制全局堅持不妥協 這個你有時候折善固執 有時候叫固執 那真的有時候就看誰在講話 然後有時候害羞膽小 那就沒有安全感 剛開始你可能說他好害羞好膽小 我來保護他 他到時候沒有你保護 他也一樣害羞膽小 很沒有安全感 另外呢你覺得他很獨特 獨特的意思就是說跟你沒有共同點 這有時候真的就是一體兩面啊 然後你覺得他有什麼他要性 這不是他要性 他無法拒絕性 另外呢輕鬆 永遠遲到 他永遠生活上是慢活的人 他比你活的那個時間的速度是不一樣 另外呢就是老成 或者過度成熟或者甚至老謀生帥 另外呢成功而且專注 他是工作第一 工作第一就將來不會管你的 他就是工作第一 然後有的人覺得他很奉承 他就很膚淺講很多好聽話 你就他就那麼膚淺 什麼事情他說哇好棒喔好棒 你剛才以為這是他的意見 你發現真是口頭禪 另外有幽默感笑話過多 我有時候就被認為是這樣 我自己要努力 另外甜蜜而且敏感也好過頭 有的人是爛好人就這樣 爛好人爛到把自己的功課都搞不好 拿去幫助別人 那另外有個叫做硬闖關係強迫症 Obsessive Relational Intrusion 他簡稱ORI 你看這些樣數量 那個項目 第一個打電話給你 而且跟你爭吵 73%的人覺得這算是 然後會問你 你是不是有跟別人來往 這個72%的人認為 這是真的很讓自己的困擾 然後還有打電話來 不出聲音就掛斷 中電話很討厭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是真的打錯了呢 還是他要控制你什麼 有的高中時代的人非常無聊 我認識的人裡面 就有人打過這種電話 在三更半夜打個電話 然後聽對方反應 然後就掛電話 不過這些人呢 都高中以後就不會再做了 有些行為純屬無聊 意識性的 這是OK的 有些行為是慣性的 所以很可怕 另外呢 經常要求再給他一次機會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下次不會了 下次不會了 他一直下次 那你看你要原諒他幾次 還有呢 讓人家很spooky 遠處觀察你或凝視你這樣 你出去他站在遠遠的地方這樣 你幹嘛呢 懂嗎 所以你不要讓人討厭啊 你是特務嘛 你又不是特務幹什麼呢 然後另外呢 誇大宣稱你跟他的感情 我跟他很麻糬的 我們從小一起一起洗澡長大的 講成這樣 我們一起到士林泡 不是士林 到北投去泡溫泉的 我們是同一個湯的 士林泡溫泉你就泡出地方了 好 另外呢 拒絕接受他不受歡迎的暗示 八卦或誇大你跟別人的感情關係 哎呀他是個爛人的 你不知道他很容易的啊 我就常常看到他跟誰到那旅館去啊這樣 就散播人家謠言 然後透過彼此認識的人來調查你 好好好 這我們在國中都做過啊 所以以前我們國中的資訊呢很少嘛對不對 沒有網路啊沒有Facebook這樣 你要知道你喜歡的人怎麼辦 很簡單啊 大家都有認識的人啊 我們那時候就有那種 六人小世界的概念知道嗎 然後呢都有畢業紀念冊啊 畢業紀念冊都有他的住址電話號碼啊 這在當時根本就是 所以還有那個我快來看那電影叫 向左走向右走 所以兩個人知道一個學號 他竟然不知道對方住哪裡 笨啊 這電影絕對不可知道 我那時代啊 我那時代只要有一個數字 我們都找到人啊 哪有那麼笨 我們就發動同學啊你知道嗎 人肉搜索啊 是真的人肉搜索啊 你們是上網啊 就發動同學哎你哪畢業的 哎你認不認識 有沒有認識某某國中的 認識 那你畢業紀念冊可不可以接到 要 我們常常在以前不能郊遊啊 然後就坐公車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我們喜歡的 那個學校的女生啊 對不對然後看他一個學號 女生都沒有名字嘛 我們男生都有名字嘛 到現在為止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們當然就很會背學號嘛對不對 然後坐公車就站在房間 就看一下學號這樣 然後一次公車煞車一次 我們就記一個號碼對不對 然後煞車七次 我們就把學號記下來了 然後就打聽啊 在哪裡上公車啊 通常大家都不會搬家嘛 就在這邊上公車大概就這個國中的國 就開始問啊就查 通常都查得到啊 戒嚴時期 畢竟人還是比較聰明 你們這個時代 就是靠著這種Facebook這樣 有些同學要加我 同學我連你長什麼樣我都不記得 我怎麼加你 你再加你的英文名字 我連你中文名字都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那是你呢 懂嗎你下次要加 要我加的話你先寫信給我 這老師我是誰 你要不要加我 那我就加你 我連我認識的人都這樣寫信給我 才說我才知道他是誰 有些人你知道了 他的貓我又不認識 我看照片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啊 對不對 還有人遮半張臉的 還有人把太太跟小孩拿出來的 這我就 唉 搞什麼 好啦 所以這些這些我就不繼續念 你看他總共大概有到98頁 還包括最後一項 這當然討厭的 甚至犯法的就是你看倒數第二 善自闖入你家或公寓 你回到家那人在裡面 這不嚇死人嗎 這演電影才出現 這不嚇死人嗎 你說我愛你 這嚇死人嗎 已經嚇死兩次了都 有貓大概都七條命就 就兩條命就沒了 送給你讓人不愉快的照片 美國有一次有個候選人還是幹嘛 就把自己的照片傳給人家 然後真的極盡無聊之能事 你把那地方傳給人家看 人家哪知道是你啊 你好歹頭跟那地方一起湊著 人家就知道那兩個是同一個人 如果你有這種本事的話 真實無聊透明 好啦 那這個 這是98頁的地方 99頁這裡 偏差行為的人 他有實質意義跟象徵意義 實質意義就是他 他是傷害了別人 甚至也傷害到自己 或別人的親屬 其實有的時候也傷害到自己啦 你讓自己做了這樣的事情 如果犯了法律 你還抓去關的 第二象徵意義是沒有其他求證 你覺得我除了做這件事情之外 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 有的就是靠著義氣的衝動 有的真的就是至窮了 At your wit's end 你就不知道怎麼辦 你覺得這樣才是能夠表發現你的憤怒 或者你覺得是表現你的愛 這都是很麻煩的事 第三 第二個部分是 追求另外公平事業可能 這句這個事業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這是讓我一直很心痛的一件事情 我剛回來教書不久 有兩個北印尼女生 在一個禮拜六的下午 那時候還要週休一日半 那兩個女生呢 就在最後的電話是在光華商場 舊光華商場還有那個路橋的時候 他們兩個打個電話給家人 然後就從此就失去了音訊 第二天在往宜蘭的那個火車的某一站裡面 我現在不太確定是哪一站 的一個旅館他們兩個燒炭自殺 這兩個女生的燒炭自殺 留下了一個遺書就寫了這句話 這個世界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適合好多人討論 到底怎麼一回事 說他們看尼采除本華 所以介入這個 所以變成悲觀主義啊 有人說這兩人根本就同性戀啊 這哪 什麼樣的話都有 這個世界的本質不適合我們 不知道什麼意思 這兩人就死了 那時候我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那個兩個人我完全不認識 但是我覺得一個世界 既然讓人沒有可以容身之處 這個世界顯然是有問題 但是有人真的是這樣想 就很難過 第三個是報復啦 你這樣子欺騙我 甩掉我 我給你好看 這已經離愛情相當遙遠了 愧疚啦 或者錯誤的愛情意識形態 那偏差行為的社會反應呢 通常責怪加害人 就告訴你嘛 不要跟人家談戀愛嘛 談戀愛你看後果就是這樣嘛 責怪加害人的少 責怪受害人的多 很奇怪這個社會 受害人說你看嘛 誰叫你跟他談戀愛呢 我倒告訴你 他那個小孩看得長那樣 就不是好貨 你就硬要跟他在一塊兒 你看你已經受害了 還要被罵 責怪當事人 當事人包括各方面的人 另外還有萬一有人死了 在這過程裡面 他有道德負擔啊 那生者也有道德負擔 像電影《菸之寇》啦 《菸之寇》十三少 對不起啊 這講義做得有點早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 這是張國榮跟那個 梅艷芳所主演的電影 就是兩個人相約去自殺 然後最後呢 女的死成了 男的沒死 所以呢梅艷芳那個女鬼呢 就做 就來自陽間來找這個十三少 說你為什麼當初沒去 這電影就在演這個過程 然後十三少當然就後來 就非常非常落魄 是一個 是一個這個有錢人的那個 那這故事其實還蠻美的這樣 其實蠻美的 淒美的故事這樣 有點像 以前的聊哉至於這樣的故事 那生者道德負擔 生者一直覺得自己對不起死者 可是又沒有勇氣去死 所以就這樣非常非常卑微的 就這樣活下來 亂七八糟就活下來 就找到他的時候 那面目都不是很清楚這樣 不是說 就照的人就不把 特別把他照得很清楚 張國榮很帥的各位知道嗎 而且張國榮跟我同歲 各位知道嗎 他有一年四月一號跳樓 愚人節那天 然後電報紙就登出來 那我是很難過的地方 然後就說他幾歲 我想跟我同一天 不是同一天 同一個歲數 我想你長這樣 該跳的是我唄 怎麼是你跳呢 我很嚴肅的在思考這問題 不知道每次 為什麼說出來大家都笑 我真的很嚴肅 我覺得該我跳 不是該你跳啊 不知道 當然我不會跳 我有懼高症了 這是我絕對不會跳的原因 旁觀者的道德凝視啊 你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旁觀者會這樣說三道四的啊 鄉民每個人都有他的正義啊 那就會覺得 唉呦你不要臉喔 唉呦什麼對方不要臉啊 別理他喔這樣 要出來 踹踹踹踹踹踹這樣 好像關他什麼事一樣這樣 唉真是 另外還有遲來的諒解啦 這幾年新聞比較少了 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 三不五時會看到兩個人自殺或殉情 或者出車禍等等等等的 那因為兩個人生前相愛沒有被允許 或沒有完成 車禍的話是因為沒有完成 如果兩個人是家長反對 家裡反對 然後會來一個明婚 明婚沒有法律效力 只有民間的效力 那明婚就是拿兩個牌位 然後讓他們結婚 遵從傳統儀式這樣 然後他們還要入洞房 然後這樣的話 將來就男友分女友歸 可以入主譜這樣 可是到了明婚還有意義嗎 這就是羅密歐朱利業的下場啊 羅密歐朱利業沒明婚啊 就仗在一起算明婚嗎 你覺得這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嗎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另外當然就是制度的解決 跟個人方式的解決 那我一直覺得失戀的人 是應該有一個制度可以解決 所以我以前提倡能夠要成立一個 台大失戀陣線聯盟 聽說那是一首歌叫陣線聯盟 失戀陣線聯盟 或者叫台大 台大什麼社 那個社的那個對聯叫做相逢何必成相似 同是天涯失戀人 台大失戀社 對本來就是說 就明擺著台大失戀社 台大失戀社呢不需要什麼道具 只要兩個門 然後24小時同學輪班 因為失戀人沒有時間 懂嗎 我們是7-11就坐在那 然後呢我們失戀呢 就買一堆那種掉著淚珠的面具這樣 或者那種 那個叫什麼 歌劇魅影的面具這樣 然後你就坐在那 然後你什麼話不必講 直居班同學只要坐在那聽就好 反正進來會滔滔不絕 如江河什麼之類的這樣 然後他突然就會講 那講完了你就請他從另外一個門出去這樣 然後就換一個面具 給他一個微笑的面具這樣 因為大部分的失戀人其實只是要講 他要重新去檢視那段時間發生的意義 他並不是真的大部分人 並不是真的怎麼樣 但是沒人可講他會心裡很欲足 那你說其他人不一定有時間 如果台大有這樣子的社團 我那時候想 大家可以解決很多同學的問題 不是所有同學 我每次演講或什麼都有介紹到這個問題 我說這因為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 都會有人失戀 那你不知道他何時失戀 他失戀的時候他總想找人講 你讓他找不到人講去跳樓跳和好 還是讓他可以找得到人講 我這張這個邏輯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找到人不需要認識嘛 我不需要你知道你是誰嘛 所以大家來就戴著面具 因為講完了我不知道你是誰 你不知道我是誰 互相有個匿名性有個安全感 那你只要講完了還不行 那我們會推薦你到第二天到什麼 輔導室去啦或怎麼樣 如果講完了你就覺得心中舒坦很多 那不就是幫你幫社會解決的一個問題嗎 所以這個制度的解決是這樣 我們社會學相信很多日常生活裡 碰到的所謂的個人的問題 個人的煩惱其實都有它社會的根源 如果我們能從社會根源上加以解決 也許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或者這樣事情就會獲得改善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呢就是偏差行為有幾個出路啦 你要認識愛情有很多的面向 至少黑暗面光明面 第二個呢你要認清責任歸屬啦 大部分都把責任歸到別人身上 我覺得這是不恰當 第三個你絕對要有改善的意願 這樣子你的生活才會比較不一樣 不然你走不出來的 第四個你可能要體諒的人際關係 你不要一直卡著別人 對不起你這件事情 然後善意的環境跟社會制度也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像我以前一樣失戀 男生就哭 你沒出息啊你 然後已經失戀很苦了 還被罵沒出息 那你倒敢去跟誰講 誰也不敢講啊 所以你就問到哪裡去 問到哪都不是啊 因為沒有人同情你這樣的人 覺得你是loser 那你自己也覺得你是loser 那你到哪去呢 了解嗎 那種走投無路的那種感覺 是非常差的 所以我才會有那樣的想法 另外呢就是治療啦 治療就是一些醫療的 或者是心理輔導的行為 還有呢你可以靠著閱讀 閱讀相關的書籍 上網啦相關的網站 跟人家有同樣事情 閱讀看電影都一樣的效果 有的時候會讓你覺得好一點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思考去反省 尤其你上了課學那麼多東西 你跟一般的人不一樣 或者看電視的人學那麼多東西 看到這門課 你應該有機會多去思考多面向的事情 不要把一個失戀就當成是一個報復的行為 那樣子我覺得你們上這堂課 或者聽這堂課就沒有任何意義 知識是要讓人的生活變得更好 跟愛情一樣 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好 讓你自己變成更好的人 這點你一定要常常了然於心這樣 那今天就上到這裡 謝謝